仙城蛋糕 這個是 檸檬蛋糕 這個是 泡芙 泡芙不是要擠那個嗎 擠在裡面啦 在哪裡 在裡面 裡面啦 裡面有袋子嗎 他會挖一個洞 不是講洞自己做嗎 挖一個洞自己做嗎 沒有 他自己就擠進去了 小姐 妳有試嗎 妳要試吃耶 梨珂 好 歡迎收看 醫師好 介紹我們優秀的醫生團 歡迎 謝謝 再介紹我們三位優秀的藝人 何佳玟 謝謝 夏和熙 謝謝 謝謝 跟著好啦 醫師團 最實用的採買秘具 請 還有三位熱朋友 一起來分享他們的採買經驗 看那個桌上好像百貨公司一樣 琳瑯滿無藥妝 你也要啊 對不對 這個藝人現在做節目還真不容易 全家快要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從他們桌上可以看到 他們今天跟著醫生走 到底 真的假的 我們也是在家的耶 是 你去藥品店買東西 不要說我皮膚不好 要擦什麼藥 你覺得他隨便拿一瓶藥 你會不相信 我都抽香水 對啊 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很開心 對 他們覺得這個最好 你們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曾經過擦了半天 一條都擦完了還沒好的 有 有 那是鑰師 那不是醫師 好 是 沒關係 我們可以挑戰他們 好 他們到底有多專業 好的 第一個題目 各位各位看一下 換季了啊 超對洗碗筋 不傷手 好 今天先有一個問題啊 做節目也不能太假 對 你們是 你真的有在洗碗嗎 我在那有 宋明華 營養師 黑皮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要跟我比購物 回去再練幾年吧 你真的有 可是我有被洗碗筋 我家有被洗碗筋 妳有洗過碗就對了 是妳挑的嗎 對 其實基本上 我雖然不曾曾經洗過碗 對 但是其實我挑洗碗筋 你挑任何的東西 我都蠻講究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大醫院 大醫院裡頭其實很常看到癌症的病人 是 我們知道說 癌症它其實就是從 我們各個地方吃進去的 皮膚沾到的 各種 所以我所有的 包括說洗碗筋 洗衣精 洗髮乳 洗身體的 我都很講究要 天然或有機 像譬如說我們洗碗筋 我們 我們其實有時候 我們洗完的時候 所以變成說 你在吃的時候 你可能下一次 你已經沾到了那個 洗碗筋的一些化學藥精 你吃進去你也沒有感覺 是 但是那是長期累積的 所以你怎麼跳呢 它不洗碗真的都很 如果我這樣跳會不會太虛弱 就是我就是 好虛喔 好虛喔 前面講最好虛喔 妳現在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醫師都講的冠冕堂嗎 對 結果結果是 沒有 我上網看 我也會上網照射 我是看有機 我會買的都比你這個好 沒有 可是它真的就是 這可以講嗎 就是我每個東西我看的時候 我就是會查有機 然後就看它排名最上面的 那幾個 有機就是打上去有機就好 對啊 所以你是選擇天然有機 這麼挑就對了 對 好 那名畫呢 其實除了剛剛醫師講的部分 其實我有的時候會 這是可以的嗎 不是都空了 可以聞嗎 你只要不要緊 對啊 不要緊 整個個大超商 各大超商 有發現那個打開過沒用 它打的 就是 沒有 就沒有 不是只是單純覺得 想要味道好一點對不對 然後還有就是 我也會重視一點就是 當然它標示 不見得一定是屬實 就是我會看看有沒有 比如說 環境汙染比較低的 因為畢竟我們每天在用 每個家庭在用 有考量這個 對 它會排到下水道去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 也是我會考量的好 所以你選擇的時候 就會選擇 就比較低汙染 低汙染 容易分解的 上面有標示的 對 那機器人有吸完嗎 我自己本身是比較虛話 我是看外表的 對 我也是 所以是第一眼的那個感覺好不好 妳怎麼挑呢 就比如說像剛才那個 陳醫師的那個 我就覺得很像 通馬桶了 我就覺得通馬桶了 所以我覺得洗碗筋 本身就要給人家有乾淨的感覺 清爽的感覺 再來第二個 我喜歡植物性的 比如說可能現在剛好 丟錫 我就會找柚子的 或有時候可能找橙橘的 或有時候檸檬的 小蘇打的 對 那也會因為經驗累積 因為有些買回去 你洗了真的 手就是不舒服 所以妳會固定一個牌子嗎 妳們 我會耶 就是外表漂亮的 我會壞 我其實都是網購 所以網購就是 網購12個才會免運費啊 所以我一次用就是弄 我覺得妳好不能信任耶 怎麼辦啊 好可怕 人家洗濯了 人家洗濯了 都是媽媽在洗 對啊 那名畫會固定嗎 我不會 就跟油一樣 其實我們以前 會教觀眾朋友 你炒菜用的油 其實也不要同時用同一品 就是像 如果當初這個問題出現 至少我不是每次都用這樣 好 待會可以請教專家 到底是不是能 用一個牌子去固定了 還是說不固定比較好 來 廖醫師 廖遠禮 皮膚科醫師 長安大學醫學院學士 年齡就是經驗 商品講究快很準 請問一下 他們剛剛這樣講 你要給觀眾聽了也是很模糊 到底要是選 是選有機的呢 還是低污染的呢 還是選自己喜歡的呢 或價錢貴的 到底什麼選擇比較安全 你洗碗你是要洗乾淨碗 同時要不要保護手 那為了要保護手呢 所以你去看所有的洗碗產品 它都會寫 然後賣更高級 賣更貴的 可是它敢寫 一定政府有認證 對啊 一定有 那問題是 它植物是一個來源成分 不是說你真的是 那裡面含有那個植物啊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 這個肥皂或是洗碗精 它就寫 椰子油 什麼什麼什麼 添加椰子油 你以為這個椰子油 比沒椰子油的來得更護手 對不對 那問題是 它是用椰子油成分 去取它的這個碳氫化合物 所以你到這個洗碗精的時候 根本沒有油 但它根本就洗不掉嘛 它就是要洗油的嘛 是 只是打了那個招牌 其實裡面沒有這個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說 你如果是椰子油的話 它的探數是我們研究過裡面 它清潔力最強 所以它是最傷手的 水手 它講的呢 所以你講的 它講的是一個環保 這個是一個大趨勢 那環保就是說要可分解嘛 對 可是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今天要不要碗洗乾淨 要 你洗碗精第一重點是 我要跟觀眾朋友講 其實我們家的碗常常沒有洗得很乾淨 其實我有一點贊成它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碗要不要洗乾淨 第二個我洗的同時 我要不要護手 我要不要不那麼傷手 不是 妳的意思是說 碗可以不洗乾淨對不對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說 因為家裡的油都是 那你有很多技巧 你不用洗碗精 比如說你先用熱水燙過 對 或是說你先用這個 那個油大量減少的時候 所以其實像我洗碗精 都用很少 一點點不會用太多 其實要稀釋 這個是醬油 因為裡面有油 那因為它有顏色 我們比較好判別 我們如果用一般的油 你就看不出來 好 那我先在這邊 加 這樣子量就好 好 加在油裡 加在洗碗精裡 會怎麼樣 然後你看它散開的速度 好像冰血韌清 我幫我 對 有那種感覺 這個是 心霉的 對 這是名化的 這個兩個都是洗碗精 到底是哪一個比較好 簡單講 這些洗潔劑呢 你要讓它能夠 抹完以後 水很容易帶走 所以你越分散的 應該是這個 越容易帶走 所以它的洗淨力越強 這個你稍微再把它攪一攪 或是加點水 你看它其實 因為我們洗碗的時候會這樣子 對…其實它就散開了 市面產品那麼多 我想這個低醬油的擴散速度一定會不一樣 對… 我覺得大家都只能看標示講實在的 那標示如果從正面的話 你看到 因為它可能跟其他的都差不多 那如果說 那我們再翻過來看背面的時候 背面其實有兩個成分 我覺得大家在挑 可以稍微避免 一個成分叫做 SLS 其實SLS這個成分就是 所有的奇節用品裡面 其實是 所以呢 以這次不傷手而言呢 我覺得是 名化的這個 產品是 優勝 對… 謝謝… 謝謝… 來… 不同訴求 你看看我們節目 學一些小嘗試非常多 對… 累積多了 你就是真的會成為一個 醫學專家的對不對 真的 第二個階段我們呢 大家平常買肉 對挑肉 有沒有概念 要挑哪一種肉是最安心的呢 今天我們 那不得了 這位是我們 許迪看 壽醫師 嘉義大學壽醫系 買東西講天分 這不是你想就辦得到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是真的發不到醫師嗎 為什麼會發一個瘦醫師啊 蛤 因為我們吃動力嗎 許利漢你好 瘦醫師真的有學這個瓜哥 我有看錯嗎 我們挑隊 我們叫大家菜市場 超商去買好的肉 或者傳統市場買好的肉 請問瘦醫師 你可以來教大家怎麼挑肉嗎 這麼沒問題 我們請兩個醫師來挑的 好 好啊 趙國 安醫師 趙國翔來的 兩一種肉不是嗎 兩一種肉 好 這是你們挑的 這是你們挑的豬肉 對 你們是去傳統市場買的嗎 還是超商 安格斯 心理諮詢師 紐約大學心理系 買東西不簡單 要學的可多了 對 我是傳統市場 你是傳統市場 因為我自己家的門口 就有一個傳統市場 對啊 傳統市場一般是 七八十幾老阿嬤 媽媽們 因為我的 我爸媽媽兩個都有 徒師執照 所以小時候你就是 沒有吃 看過豬走路也吃過豬 所以就跟著他們一起跑 那你已經這個 瓜哥我本身是因為 我有一個玻璃般的腸胃 趙國翔 牙醫師 開面學大學牙醫系 精挑細選 精打細算 賣東西絕不吃虧 因為我之前是外面 幾乎每天都吃外面 然後 所以後來就自己 開始做功課 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現在 所以你自己也下廚嗎 對 自己會下廚 你喜歡吃豬肉 牛肉 豬肉都吃 那你怎麼去挑肉呢 第一個我是看它的色澤 那基本上太暗紅色的 我就不會挑 它就很暗紅 對 這個比較暗紅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剛好我用手去觸 它的彈性的部分 它是會彈回來的 那這樣子的肉 就代表乾淨 是 是 你是牙科嘛對不對 對 牙癮也是要彈性對不對 可惡 好聯想 而且牙癮的顏色 他完全用這個理論 而且牙癮色要乾淨 牙癮顏色也很重要 不能太深紅 所以你現在怎麼要挑 要挑這個顏色 因為正準就已經發炎了嘛 牙癮這個顏色發炎 如果沒有彈性 這個牙癮也有問題 這樣也合理耶 對 其實我講一個我的理論 你看喔 從心靈的角度來看 這樣也怪 這樣也怪 一隻呢 一隻呢 在死前受了驚嚇的豬 牙癮就會鹹紅素變少 很大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 選肉無論是牛或豬 應該要選 代表它是和平的死亡 然後其實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 我會看是說 你看比如說這一塊 它這左右兩邊是不均的 對 可是這個的一條是均的 那是一隻 常運動的豬 我也會選一 那它會幾個瘦 我也會選一耶 瘦肥豬 好有可能耶 我不會選一 我會選一 我會選一 顏色不強 那瘦的程度 我也可能有選一 因為那個二感覺好像冰冰 像冰粉 而且感覺它有點冷血 對 然後感覺有點營養不良 對 這三位也會選 感覺要營養不良 感覺那個肉體已經收起來了 對 感覺是冷凍過了 是 牙醫不行喔 這樣子 真的有水音 牙醫關起跳了什麼 夏和熙有進廚房 我會 而且因為我 我也很愛去逛傳統市場 因為我覺得那是 就是台灣一件很有樂趣的事 對 然後我去買豬肉啊 基本上 因為他們都一定是 傳統市場一定就是 清晨運來的嘛 然後我就會挑那個 他們有刮豬頭 豬耳朵 豬腸子的 因為那感覺是 是同一隻豬一起在賣 因為有的 它進的是 都是只進某一個部位 所以就不會那麼新鮮 對 對 所以如果它是進整隻的話 感覺就是 都是當天 然後它賣完就沒了 對 其實整隻 什麼舌頭啊 那種鼻子啊 腸子那個都掛在一起 所以這個大家講的 頭頭是頭 都選一的話 你是選二 請我們的熙醫師 來 請到這裡來 所以是自己有進廚房嗎 有 所以是自己有進廚房嗎 有 你也會自己挑肉吃 我喜歡烹飪 很喜歡烹飪 他剛剛這樣講半天 你要不要我們講解一下 到底一跟二哪一種肉 會比較好 好 請 為什麼 為什麼 不可能 我們就選活體豬又一搭 對啊 對 他們這個其實都是 這個應該都是 我們先看 先說色澤好了 好 第一個 揍品和色澤 那就是 揍品它分六個等級 顏色分六個等級 哪六個 等級越高 等級六 越深越紅 越深越好 那等級如果越淺的話 那就是 越白 可是他們兩個 它比較紅啊 對 它 對 我還沒說完 好 好 最理想的 最漂亮的一個色澤 公認最漂亮的是 等級三 最高是六 等級在三 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等級三是這個名字 對 它就是淡粉紅色 不會太白 它是淡粉紅色 那怎麼去分辨 它有沒有用藥水處理過 藥水處理過嗎 因為藥水處理過 它會變成 慘白 然後再來會滲水 所以不會買濕水 為什麼是山水 那為什麼它要排一到六 一定是一最好 或是六最好 怎麼會是三最好 因為太白也是不正常 太紅眼 因為它會以豬肉的等級 豬肉的等級來說 它是看它的肌肉的色澤 OK 是 那顏色像這個太紅 太深 這大概是等級 大概是五 五 這個的話 從這邊你可以看到一些 甚至還有一些血塊 那甚至有些地方 會有些血濕 對 真的看得很細 這樣不是很新鮮 這邊是有血濕 那當 因為我們在處理肉品的話 在正確的處理 那是要放血 那放血 才可以讓肉品 有比較良好的保存 沒放乾淨 那所以說 當你這隻肉品 如果血 剛好這一塊 肌肉區域沒放乾淨的話 那它就會看到血濕 就比較好 對 那這個有血濕的狀況下 那你保存就很容易腐敗 尤其是你在傳統菜市場 他們是在試紋 他們是放在試紋下 意思是我們該怎麼摸這個肉 就是 摸這個肉 對我們成的摸還是搓搓它 我們剛剛看你是搓 對對對 那怎麼摸它 我摸啊 其實用搓 就是第一個 那當然是說看 觸感是看彈屑 那譬如說這個 我按下去 它馬上就回到了原來的手中 對耶 彈回來 那我們拿這個 血塊多一點的地方 對 那 這樣這個地方 哦 比較慢 它好像有點黏膩 對 比較不會反彈 它有一點黏膩 因為很難分辨什麼 因為這個等級也五啊 對 如果你拿到等級比較差 馬上就比出來 對 就表示這兩位還蠻能挑的 真的 如果你看到那種很白很白 那代表是它這個 這個 已經滲水 跟著血水已經滲出來 那所以說你在 它就代表它保水度已經變很差 所以你可以把肉這樣拿起來看 看它下面的血水 哦 水啊 這個沒有嗎 沒有血水就是好的 比較爽 比較爽 對 表面上 因為你在餐廳應該會覺得說 亮亮的感覺比較新鮮對不對 對 那其實也是代表它已經開始在滲水 就隨便已經開始浮出來 是 如果在家自己做菜會安心 你挑肉就要注意這些 對 這只能盡我們節目所能 告訴大家一個小時候 而且不能從心理層面來挑 心理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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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受傷 來 謝謝 謝謝 你看到沒有 就要吃了要好吃 還要吃出健康 我們這個節目怎麼能不看 對不對 真的 這個對肉要怎麼挑出 安心各位剛剛的瘦醫師 已經告訴大家了 來接下來我們要談到的時候 大家都很怕胖嘛 對 可是都想留第二個胃吃什麼 甜甜 吃甜甜 今天要教大家 明對蛋糕讓你不怕胖 挑對蛋糕 這個挑對蛋糕我們要找誰呢 當然是我 你跳過這個 高明明 營養師 中山葉大學營養學系 怎麼買最划算 我最厲害 好 我們跳過這個單位 我們換給他 他講 不給他講 好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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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當 我們要探考挑對牙刷 可是我們還有講 這個 你讓他講一下蛋糕 他都下來了 你讓他講一下 你都沒有在正經 你在說 你為什麼對蛋糕 你是什麼 除非你是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 你是營養師 怎麼那麼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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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這塊蛋糕好呢 還是這塊蛋糕 這不是蛋糕 這個蛋糕 你知道 那你表示真的營養師 為什麼 真的有眼睛的眼罩 你們都知道嗎 兩個營養師都知道 老眼昏花了 我們就不能彈牙刷嗎 為什麼要彈蛋糕 牙刷等等嗎 好 你要彈蛋糕是不是 好 你鼓勵大家吃蛋糕嗎 其實蛋糕它 對啊 真的 所以我還是會留一個 壓力大 好 沒關係 既然我們還是尊重營養師 真的 我們還是請醫師來挑蛋糕 你再來講好不好 不是 我今天要教大家 怎麼在那種 萬惡的蛋糕櫥櫃裡面 挑一個肉量比較低的 是 好 謝謝高明明們 現場有三個 這個是千層嗎 好好吃耶 千層蛋糕 這個是 檸檬蛋糕 這個是 泡芙 泡芙不是要擠那個嗎 擠在裡面 擠在裡面 在哪裡 在裡面 裡面啦 裡面有奶油嗎 她會挖一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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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一個洞 沒有 她自己結集進去了 現成的吧 好 甩小姐 妳有試嗎 妳要試試耶 對不起 我們還是見到養小孩 甩小姐 甩小姐 我現在不想吃甜點了 你不是抽到蛋糕嗎 我想要示範一下 你會擠進去 我不知道真的會破 當然會破 我的意思說 很像有人自製會自己擠 對 所以這個都熱量很高 我們請告訴大家 醫師的角度跟藝人的角度 你們常常吃 你們覺得哪個是熱量最高的 最高的是不是 好 高的 中的 低的 來 請寫 來 醫師也一樣 那請 我們先看看藝人 何佳玟 妳寫的是 最胖的是泡芙 對 熱量最高的 因為我覺得 它裡面擠了那麼多奶油 奶油很容易就吃完 然後熱量這麼高 所以我覺得最高是泡芙 那第二個檸檬賣 檸檬 然後再來是千層 好 可是下河是千層賣檸檬泡芙 不一樣 因為千層是最紮實的 所以他一定用的那個奶油 你跟何佳玟完全是倒過來 我們剛好相關 我跟你是一樣的 對啊 泡芙一定少對不對 因為其實泡芙裡面 奶油並沒有那麼多 而且現在我們都吃到那種奶油 我都超少的 裡面就覺得 就沒料了 好 沒關係 這是藝人 我們觀眾也可以自己想想看 到底你認為 但甜點不只這些 也不可能擺得上千種 沒錯 只是大家常吃的東西 泡芙千層賣檸檬蛋糕 這個完全跟你們不一樣 不一樣 那個青梅 其實我 我最確定的是千層害熱量 一定最多 對 千層絕對 因為其實它的包括你奶油啊 千層 剛剛明華看了我一眼 撤了我一眼 我有點害 沒有 你是不是好好相處是不是 對 但是我覺得是一定最多 可是我覺得像檸檬塔跟泡芙 要看它的內容成分 醫師也滿團結的 通通是千層 檸檬泡芙 檸檬泡芙 千層檸檬泡芙 真的喔 千層檸檬泡芙 只有受益不合作 對不對 千層檸檬泡芙 它是泡芙放中間檸檬放第三 你為什麼受益這麼不合作 來 請講 秀琳你應該是 因為你特別喜歡吃泡芙 對 因為我覺得 泡芙就是它 泡芙的話 就看那個廚師 在座的人 在座的人他 是不是 扯得良心 我們就吃到很多 是沒良心的 所以就不好的印象 醫師不能這麼沒擔當 什麼事都怪到別人 對不對 對嘛 我們請高明明來解答一下 好不好 沒錯 到底解答什麼 就對牙刷 刷牙的 你知道你說什麼 秘密的路線 瓜哥 你不要這樣對我 來 這個答案給我 其實呢 我今天 他通過了嗎 不然 明天好了 他懂了啦 其實有另外一位營養師 你為啥我們叫他點事 真的嗎 不是我做的 對不起 來 請解答 沒有幫你去營養師嗎 為什麼是簽名其賣呢 等一下 瓜哥你不要這樣 我今天呢 我今天這個 紅黃綠燈是有用意的 為什麼 什麼叫紅燈蛋糕 大家都知道 油是不是熱量很高 對 九大卡 但是蛋白質 跟碳水化合物 它一刻只有四大卡 所以 油越多的蛋糕 就是熱量就越高 所以像裡面有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要認真聽妳講話嗎 沒錯 現在在講紅燈 好 熱量最高的蛋糕 所以妳知道是 所以妳的答案是千層 是對啊 大家都對的 對啊 所以你看千層 只有皮膚可以吃 所以每一層裡面都是奶油 它的一個熱量 就逼近一碗飯了 而且它是一直壓縮 一直堆疊 一直堆疊 所以這樣一塊大概幾卡 大概有三百卡 三百卡 三百卡真的走路 就要走一個多鐘多 對啊 它是走不到耶 黃燈我的歸類是 它的糖分會比較多 所以像我們 中式一點的綠豆碰 或者是日式一點的什麼 和果汁 對 和果汁 裡面它加很多 他笑我 反應好有趣 加一些焦糖的東西也是更有 對 那它其實像這個檸檬派來說好了 它外層這一層殼全部都是糖霜 裡面做的東西 其實糖都加很多 那糖分很高 我們的血糖容易爆生 那血糖爆生的話 我們是不是 脂肪就容易豚肌 所以就容易胖 所以綠燈我的歸類是 它蛋白質成分會比較多 所以它的成分會以牛奶 或者是蛋為主 所以像牛奶跟蛋為主的成分 跟油還有糖比起來會比較 會比較輕鬆 叮咚叮咚一點 是 我們猜對了 所以你們都對的 這是正確 那個醫師也都對的啦 只有瘦衣稱訊 瘦衣都吃肉啊 瘦衣跟皮膚科病 不是 可是沒有 我們最後還是要請 對 證明它是對的 對 其實大孩一開始就不早 他講究什麼 不要這樣 其實是沒有做 應該是說 因為像剛剛大家都有講 泡芙有大油小 精神派有大油小 這只是大致的一個方向 那其實像精神派 除了精神派之外 還有什麼 其實它也是屬於油脂很高的 好好吃 為什麼檸檬派它糖分很高 大家有沒有發現檸檬它一般都酸 對 所以一般人口感就會覺得太酸 不容易入口 所以它就相對要加很多的糖 去調味 所以其實像很多的果乾 蔬果乾 其實它也糖也都很多 是 那我請教一下大家比較關心的 這甜點有上千種 以你的印象當中 你會規定哪一種是你覺得 最肥的人 其實像剛剛講的千神派 拿布倫塔這些其實都很恐怖 我想問 那馬卡龍呢 它小小的一個也 對 馬卡龍其實它是用蛋白去做的 但是呢 它的糖分非常高 很高 所以一顆你會覺得小小的 它就有100大卡 對 所以 可是有個優點是 它通常很貴 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 對 一顆就是 一顆 一顆就100多塊 對 除非是廠商提供展現代 對 所以甚至可能有些人 兩個人分一顆 然後配咖啡 那當然就還好 是 甜點真是不吃不行 真的 那如果在家做會不會 傷害比較輕呢 當然啊 今天呢 就要跟大家交一個 你要交 那你不是有另外一位嗎 不是 沒關係 大家稍微有耐心 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忍耐一下 我要交一個血糖 就是吃了不容易 突然爆身 然後 熱量也相對聽很多的 喔 來 米蛋糕 現在很流行用米做 因為米的東西像 像日本人流行 米的麻糬 對啊 米麵包 對 米 可是米麻糬 吃起來沒有那個黏的口感 對 是 對不對 所以你要教大家做的是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其實就叫米蛋糕 我們先用蛋 打到蛋白 留蛋白就好囉 蛋白打到有點濕性發泡期 濕 濕 濕性發泡期 也就是說呢 它的蛋白屬於比較濕潤 就是打到有泡泡 妳不要像大家 大家打到濕性還沒打好 對 還要看嗎 還要不要打 你還要跑去廁所 我先來進去 妳在講妳要打到什麼 打到濕性有沒有 濕性發泡期 濕性發泡期 那什麼是濕性發泡期 也就是說 它的泡沫比較有光澤 喔 濕潤的濕 性別的性 叫濕性 不是濕性 不是妳打到濕性 才可以 所以呢 它是有點半泡沫的狀態 不要太泡沫 也不要不是泡沫 是 所以好 打到差不多這個狀態之後呢 這是打好的對不對 對 這是剛剛大家幫我打好的 很少看到濕性 一手都沒動過就介紹了 做幾項給大家看 好啦 打到濕性啊 濕性發泡期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添加蛋黃 沒錯 蛋黃 淡黃 不行加的原因是什麼 蛋黃它是主要的成分啊 所以 等一下 妳的問題是 為什麼不能吃錢一起直接進去 為什麼不要一起打 請 請妳把耳朵打開 沒有 沒有 換另外一種方式 我怕妳要問他聽不懂 沒禮貌 學生發問也要舉手 那個意思是說 因為蛋黃打下去 通常做出來蛋糕不會發 它不會變成紅鬆的蛋糕 所以不能蛋黃進去 就發不了了 對 所以蛋黃進去不打 蛋黃下去之後 我們會再加湯 等一下不要急嘛 等一下下一個過去 還沒到 等一下 現在已經到蛋黃要加湯 打冷靜 誰先很快就過去了 那其實這個是重點 這個它不是一般的糖 它是所謂的赤藻糖醇 什麼叫赤藻糖醇 赤藻糖醇 也就是我們說的 零熱量代糖 有這本糖嗎 哪裡買 哪裡買 其實一般的 要點人嗎 他先 好 其實一般的那種就是 飽雅什麼那種 超市都會有 一般的那種食品烘培方 才有吧對不對 一般超市是沒有的吧 帶糖吃起來是甜的嗎 對 而且它糖度還比較高 它甜度會比較高 所以量少少的就少了 老師請問一下 我腎狀不好可以吃帶糖嗎 可以 但是我們還是會盡量就是你知道 少一點 對 天然微素 其實這個大概就是 加一點點就好了 一匙 因為它的糖醇 可是外型看起來很像味精 沒有 它大概就很像白砂糖那樣 可是它是赤藻糖醇 那其實我們主要就是 攪拌均勻就好了 OK 不用打成像剛剛那個樣子 只要混合 發泡之後加蛋黃 蛋黃之後加這個代糖 對 然後開始把它打 那這個代糖其實是 屬於 零熱量的代糖 是 所以它的熱量是不是 瞬間糖的量就沒有了 這個要打到什麼樣的狀況呢 就大概混合均勻就可以了 然後要加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加 加蛋黃 這又是重點了 這是什麼 什麼叫加蛋黃 那是一個 加蛋黃 這是一個 這個叫加蛋嗎 是一個生壯子 這個 還是這個叫加蛋 加蛋 這個 這個叫加蛋 這個叫加蛋 粉末登場 我們有約定 用這個 還加蛋 用起來幹嘛 這個是再來米粉 再來米粉 妳就拿就拿 還加蛋 來 不能好好做蛋糕就對了 它這個是呢 就是我們說的 DGI的一個米粉 米粉 那其實正常的 DGI 它意思是指說 我們食物吃下去 消化之後 血糖不會容易升高 OK 那不容易升高 是不是血糖不會起起伏伏 對 脂肪就不會容易囤積 是 那自然而然 就不容易大胖 是 所以現在米蛋糕其實是很夯的 那我們其實就要加入過篩的 要去哪裡買啊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 再來米粉 對 那其實為什麼它的GI值會比較低 因為它的 抗性澱粉比較多 沒錯 所以就是消化吸收 就是比較不容易消化吸收 而且其實這個蛋糕做出來之後 放涼 它的抗性澱粉的比例更高 更高 這個對小朋友厲害的地方是 他吃這種代糖不會助養 喔 那還有 你可以借我們吃一點點 看看那個代糖 可以啊 我也想吃吃看 還有它的那個 對於糖尿病的病人也可以吃 也可以吃 糖尿病也可以吃 對 因為它是 就是代糖 所以糖尿病病人也可以吃 這個要一直攪拌吧 是甜的耶 其實 其實這樣 可以嗎 是甜的 不用攪拌 很甜耶 吃多一點 喂 你是餓了 很甜甜的啊 它的糖度其實會比上很高一點 其實沒關係 小孩子知道有慣性 有甜就可以了 對 那大人當然嘴刁的 一吃這個不好吃 那個好吃 都要挑那個最不 對身體最不好的去吃 對 好吃耶 其實像家文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像這種 代糖加工食品 到底腎臟或其他慢性 其實我是覺得 如果比如家裡真的要做 這類蛋糕 你不見得要用代糖 你可以用 比如做完之後你用新鮮的水果 比如說你打醬 淋在上面 其實也可以取代這個甜味 是 我們做好的成品就這樣 是不是 做好的成品大概就像這樣子 對 它會比較蓬鬆濕潤 所以其實口感還是一樣 這樣可以吃的嗎 你要吃嗎 我們總是要講口感嘛 對不對 這個給小孩 我們有樂隊了 吃 吃 吃 來 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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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哥 嘻啦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聽到嘻啦你準備韓國音 韓國字叫嘻啦 嘻啦 為什麼這個看起來好像吐司 你吃吃看 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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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它很像麵包的感覺 好吃嗎 好吃耶 你可以吃耶 因為你如果剩不好這個 不是很甜啊 聞起來是香的 而且它有點 為什麼有檸檬的甜味 對 為什麼有檸檬味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為什麼有檸檬味 可以適當做調味 像也可以加一點 就是剛剛那個名話提到的那個水果 也可以 水果 很好吃耶 不錯耶 很好吃 它雖然沒有一般這個 什麼起司啊 正常蛋糕那麼黏 對 很順口 綿密度也很夠 就是不會也很硬 它這個可以搭配成各種 比如說你加蜂蜜也可以啊 加蜂蜜也可以啊 加蜂蜜也可以啊 那這個熱量不高對不對 對 熱量不高 因為剛剛已經用零熱量代糖了 大概多少啊 它其實你要看那個成分的那個克數 比方說再來米粉 100克可能有365克 那你就要看用多少再來米粉 好吃耶 所以觀眾可以自己學著做 好受歡迎喔 金金 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 都沒有做我們 請問一下鏡頭上 我給它打金金嗎 就是看 但是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其實代糖現在 包括我們做零卡可口可樂 或者是有些低卡的一些東西 我們其實都是用不同成分的代糖 但是其實代糖它的一個研究 還不夠長 對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不要說 尤其小朋友 你不要每天餵它吃代糖 因為其實我們不知道說 它會不會在十年二十年後 發現它有一些物質對身體有傷害 因為它的爆瓜還算少的 對 還算少 所以才說甜味盡量用新鮮的 像我們台灣很多水果都很甜 用天然石的 還有一個問題說 妳剛剛只是教大家怎麼做完 這個到底要放哪裡烤 微波爐呢 還是 它其實放到模具裡面 然後烤箱溫度大概 150到170度左右 對 那其實放到模具 就 什麼樣子啊 妳沒有個時間 我應該有 誰會一直烤在它 誰啊 應該有個時間吧 它的烤箱會 就好了 烤箱 烤箱會很香 妳不會講 妳不會講五分 十分 十五分嗎 烤箱到本來就要這樣硬直 我剛剛忘記在鮮乾了 我剛剛忘記在鮮乾了 哪裡來的營養師 營養師到 妳們錯了 她不是廚師好不好 她是營養師 對不起 到底能烤多久呢 自己回去吃東西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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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這個營養師的話也要聽 可以自己做 其實滿好吃的 好吃 因為小朋友一定會愛吃 但是就是不要 這個是重點要聽的 不是他幾分鐘可以蒸好 自己回去蒸蒸看就知道 對 考考看就知道 接下來還有一直出不來的標題 牙刷 牙齒對我們來講的 口腔的維護是非常辛苦的 非常 對 我們要跟著醫師來挑 挑什麼樣的牙刷 是絕對沒有什麼問題 對牙齒是好的呢 來 我們請牙醫師 我們心目中間醫師他們買牙刷一定對嗎 我們跟著醫師的腳步一定對嗎 我們看看 來 高綿銘妳用什麼樣的牙刷 全場我最厲害 等一下妳的牙刷不一樣 負離子牙刷 為什麼有這些鐵片 像這樣子妳看 按了 唉唷 牙會 會亮 代表什麼意思 牙有電 我以為 牙刷 牙刷 這沒有說明書 牙刷妳會電死啊 不是 代表牙有電 所以牙負離子就會確實釋放 這是我在日本自己逛街發現的 還不是醫師介紹的 不用 因為我看得懂是為什麼 因為負離子 牙跟我們那個細菌裡面有正電 會相吸 所以妳去日本買的 牠把細菌吸走 對 牠就把細菌吸走 哪有這種事啊 那妳買 妳買多少隻 整個環境都買 兩隻 然後加六個替換刷頭 可是牠不是一次 妳用差不多三個月半年就要換了 所以牠買刷頭 所以我有替換刷 換刷頭 這還可以換的喔 沒錯 不然我們說奇怪 怎麼會還香這麼多鐵的幹嘛 你看負離子 然後這樣插進去 我的牙刷就有負離子了 好 名畫呢 我的就是電動的 對 就是放在那邊讓牠刷對不對 對 沒有 其實我還是會移動一下 而且其實我覺得電動牙刷 很多人會移動 但是有個困擾就是 通常比較大 或者是插著要 就是充電 對 但這個細菌也很好攜帶 還有一種是圓頭的嘛 對 圓頭在那邊轉 它這個是前面跟後面都會轉 它這個頭也是可以更換 好 這個 我覺得瓜哥好像 我是會重視兩個 不是因為我嘴巴比較大 所以這個細它比較能 深入我的口腔 那另外就是 我覺得前面的細毛啊 因為就可以刷那個牙印比較 就是牙齒之間齒縫比較直 是軟毛的嗎 是 它有點硬 有點小硬 那我認為它可以有牙線的功能 對 那你電動的是硬的嗎 軟的 軟的 比較軟的 妳的呢 我的最厲害很軟 妳不要一直講你最厲害的 我是問妳軟或硬 好 好 妳這樣就 超厲害 很軟 好 OK 好 何佳文妳的呢 我跟安格斯一樣 可是 我覺得我選這個還有一個好處 大家有看到它有白色跟藍色嗎 這個藍色如果一陣子顏色淡 妳就要換 它是有提醒妳 因為很多人刷很久 要不換牙刷 所以它功能就是提醒妳要換牙刷 對 而且還有 它是有彈性的刷毛 而且妳的牙刷 我的 我的也是在日本買的 然後我的刷毛有短的跟長的 我外面的是長的 裡面是短的 然後它上面是寫說 這樣子可以比較就是深入牙齒的縫隙 然後外面的汙垢又可以刷得到 我的也是耶 外面是短 裡面是長 好 幾幾的 我的呢是我有特別選過 因為我之前有在戴牙套 然後太軟毛的 我其實有點清不乾淨 所以我是有一點硬度的 然後妳可以看到我這個有不同的顏色 它有切各種不同的角度 所以妳在清潔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縫縫 所以妳是比較聽牙醫的吧 對 因為妳有戴過牙套 牙醫介紹的東西 對 然後有一些縫縫 就是它比較會清得乾淨 另外我還有一個重點是 我一定要有 就是後面要有可以清舌苔的 來 牙醫師請到這裡 告訴大家一下 觀眾學知識常識 最重要它是個牙醫嘛 專業嘛 剛剛挑了這麼多牙刷 妳也看清楚了吧 那我也是都用牙刷一些 那妳介紹一下正確的用牙刷的方法 其實正確是 挑選牙刷的部分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使用軟毛的牙刷 軟毛怎麼去分那個 到底要軟到什麼程度 它會有一些sample是放在外面 你可以用妳的皮膚自己試試看 像我今天就有帶兩個 這個是比較硬一點的 右手邊 黑的比較硬 我摸摸 妳刷就看好了 妳可以試試看 不然我們不會感覺到底什麼角度 這個其實還好 然後這個是比較軟的 這個比較軟的 通常伴見 還是妳刷比較輕 都是硬的吧 沒有 我就用一樣的力道 是 各位有沒有注意這個 有重點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是錶嗎 這是錶 現在那張牙刷 所以下一集 要醫師挑錶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要挑選好的錶 不是 好的 軟毛的 軟毛的部分是因為 會比較不會造成髮膀質的破壞 對 但是 剛剛這個 GG也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刷毛也不能太過軟 因為太軟的話 其實清潔不夠 不夠 沒有辦法清潔 徹底 那第二個重點 可是他們 他這個 妳有沒有提過什麼離異點 副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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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細菌不是帶針墊嗎 細菌帶針墊對不對 對 但是口腸裡面有三百六種細菌 都帶針墊 好天氣 所以我們主要還是要避免這個 蛀牙的致病菌 那主要是煉球菌跟脂肪球菌 所以你斷電嗎 對 要沾咬 不能說他完全沒用 效果不是 可能跟價錢不講 沒有那麼神奇 因為他負電耶 他洗掉就沒用了 他牙刷硬還軟的 你知道嗎 其實他這個刷毛算 正常的 我最厲害的 好 我們看妳的 電動牙刷的毛 一般都是長這個樣子 好 基本上其實名畫這隻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那安格斯這隻 其實就是比較普通 而且這隻我比較不推薦 因為他的 刷毛其實是四排的 三排的其實是比較好 是 而且這個也稍微偏偏偏偏偏偏偏 畢竟他就是心理醫師嘛 我的是三排 他每次還要刷耶 那我們是一樣的啊 你是說三排比較好 對 三排的 所以他的意思也是這樣啊 對 對 那我看看你的 我的是三排的 但他這個看起來是刷鞋子的 沒有鞋子 這隻很像飯店送的 對 對 不是 我是飯店送 ㄎ飯店 他那個很OK啦 因為機器本身看牙醫 對啊 他的其實蠻OK的 所以適合自己口型的刷頭大小 對 因為我們一般在挑選牙刷的時候 其實這個刷頭很重要 嗯 我們其實選刷頭大概 他的長度是我們 自己牙齒 兩顆到三顆之間的大小 兩顆到三顆之間的大小 因為每個人的牙齒大小不一樣 對 所以要挑選自己適合的口型 你那個有點大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 不同牙刷有不同的功效 其實一個人不能只有一隻牙刷 其實各位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這麼小的你知道嗎 對 它很像轉彎的地方 喔 前後面 你的兩顆牙你中間是鑄掉的啊 對 你拔掉的你這轉彎怎麼辦 這個就是轉彎要刷 刷進去 牙齒跟牙齦中間 要刷 這牙齒跟牙齦在這裡 你要刷牙齦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是錶 好啊 到底要講幾個 沒有要介紹錶 喂 不是啊 你看你手借我講 牙齦是介紹挑錶 你這是牙齦嗎 這是牙齒對不對 你不是刷牙齒喔 你看這裡也刷呢 對不對 這刷 會出現白色泡 對 那個沒有洗乾淨 就只有你的 對 然後另外這個是我自己平常用 這個好奇怪喔 刷舌胎的 因為其實舌胎的部分 它就是有 其實你可以觀察 上面有一些白色的一層 堆積上去的時候 真的要刷嗎 表示都是有一些細菌的產生 對 那我自己本身 其實我一個禮拜 大概只用一到兩次 因為其實你 舌胎清潔過度 會造成舌頭表面的味蕾會受傷 對 一週刷一到兩次就好 OK 是 口腔的保持 這個潔淨是非常重要的 對 所以今天把這個重點放到最後 也謝謝大家好不好 謝謝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 介紹我們一票女生的好辣醫師團 今晚好辣醫師團 又有什麼勁爆話題呢 歡迎三位藝人 一同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為什麼今天是以女生做主題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對 就是看那個購物頻道 上網團購 對 但是大家想了解 我們醫師會團購哪些東西 不是平常都能團購的 我們也很想了解 對 對不對 我們第一個當然要去請他們 要亮出他們團購的東西 好耶 好想知道 醫師團購 來 請舉牌 真的是平常不太會買 可是在他們亮牌 可是在他們亮牌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醫師的先 隱形眼鏡不能在網路買的 不行 現在要去移要簽吧 對 那他們今天亮出來 有的東西是不能夠上網買的 我們要問問看 順便也學一下知識跟嘗試 應該都可以 這個可以 排卵的 這可以 市值 對 它是可以的 而且有的人都是直接 從日本帶回來的 好 高明明 營養師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 我是團購小公主 買東西我最厲害 妳為什麼買排卵 不是啊 是護士他們就是想要生第二 這個拚第二胎 然後就開始團購 因為他們要買排卵柿子 因為每天都要騙 妳說妳們都護士 對 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排卵 可是妳是營養師 跟人家買幹嘛 這個厲害的地方 是外面都一兩百塊 可是醫護團購都只要六塊錢 是啊 對 實在太划算 而且送人一次送一盒耶 一倍不死之虛的道理 就推薦給大家 這個我就想買耶 就想買對不對 因為你在如果在超商 或是在其他地方買 一個營養盤 或是營養棒 沒有 對啊 有沒有碰過爛的東西 有啊 有 就是你可能打開的時候 它已經炒掉了 所以它的線已經跑出來了 是 那說不定它這個就是 六塊錢的妳講 妳覺得呢 沒有 這是直接 醫護買裡面的柿子 它不買那個牌 也不買那個線比較便宜 對 它就直接 就像牙刷 你只會買那個毛 那他們可以買 不是 你就是一個毛 好精神啊 那他們可不可以買呢 我幫你們買 不是 不是你幫他買 所以一般人買不到 這網路上都買得到 直接下單嗎 對 直接下單 都買得到 而且其實便宜都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驗一個覺得不準 你可以驗五個 對 十個 可以反正很便宜 是這樣子 對 剛剛妳知道驗驗的時候 妳只會發現兩條 然後就怎麼可能 然後妳在驗一個 是嗎 是嗎 然後這樣 都被驗一下三條 一下兩條 三條 沒有一到二兩條 而且因為我們剛剛私底下 也在聊天說 排卵其實很重要 因為就會知道 妳這時候該不該做 不要浪費 都不要浪費用子彈 那妳們去哪裡買 妳們這個沒有團工資 妳們這個就去哪裡買 就超商啊 超商 或者是藥局買 所以妳們會去迷信說 買稍微價錢貴一點 會 會 就比較好 而且它上面還有寫說什麼 高達99.9% 準度的那一種 那是買黃金才看的吧 準度 好 陳新梅呢 陳新梅 嘉義科醫師 中山大學醫學系 上班就是要團購啊 不然要幹嘛 瘦身棒的認證嗎 我先講一下下面這個認證文說 我今天有帶來 就是其實呢 我當時我真的覺得 團購是一種吃心鳳的概念 就是說其實我那時候就是 很多護士小姐他們剛好懷孕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懷孕 就像是一種一股氣一樣 就是一個人懷孕 對 就全部的整個 那個護理站全部都懷孕了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是很 就是很怕說你在懷孕的過程 你的肚子大得太快 就會有認證文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是 好像這一罐那時候沒有進台灣 然後他們就從英國就是 請人家代購這一罐 對 然後我 你看其實這一罐我很久以前買的 那你看我根本沒有用 不是啊 那你們都沒有要用買來幹嘛 就是一種我覺得團購 欣梅就說吃心瘋 真的 就是比如說大家就說 好便宜 然後 是滿理智的 醫生也很舒服 感覺讓人家很業 都是要用東西 比較像我們在幹的事情 就是為了貪便宜去買 醫師也會這樣 各位你們是比較理智 可是我們女生只要聽到說 我跟你說 有一個東西很好用 你就什麼 對 什麼都買 誰管你們認證 反正買了先說 對 而且就會說台灣買不到 就像小禎姐姐姐會講 她就會說台灣買不到 所以就是要先已經 對 那時候就是台灣買不到 就覺得說 錯過這一次 就是要再等十年 那這個是什麼 那這個其實是我自己開的團購 它是一個就是 號稱有減肥功能的一個棒子 我打開給大家看 它就是有點像是四個電極 然後不是電極那個電極 就是四個導電的地方 就是用電池的地方 它是要插電的 你就可以這樣子塗在你身上 這樣嚕這樣嚕 然後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搭你的皮下脂肪 那就可以搭配這種 很黑子 你看馬上女生 一起講 對 這是自己醫師可以買 別人不能買 沒有 這個大家都可以買 這是因為它 其實這個東西比較特別 是我都會 很喜歡買那種醫療 家用的醫療產品 就是說比如說它有些醫療原理 可是它的熱量 是可以自己在家裡用 可是你們是醫師 接觸這種東西 醫療期待人家都會來推薦 你還自己去找 就是因為人家來推薦 就感覺會有些利益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自己去網路上看 你就會覺得說 你看到的那些 不是有商業的那種掛鉤 你就會覺得比較合理 所以他們也蠻為難的 就是人家真的好來推薦 他也不敢 他被人家說 你是有利益勾結 結果他們自己還要去找這些東西 可是他自己開團購 不會別人也會覺得 他是要賺錢 這個是也只能在 好像在比例十八 就是在國外才買得到 所以我那時候是 因為要 然後大家就買 可是其實這一隻很 充運費 就是充運費 很多都是為了充運費 對 就是他真的可以用 等一下我一定要說 因為這一隻 我的朋友有買 他是用碰妮的 他是碰妮的 他弄了臉真的變瘦 我沒有誇張 這樣刮不到 我覺得女生很容易 被瘦臉棒給吸引 我每上一個節目 有人推薦我都團購 我去女人不知道買了幾支了 從黃金的買到四輪的 然後他們又會一直進階 黑金的 兩輪 右邊四輪 四輪 右邊八輪 他每個人都拿來推 可是你真的很認真 每天推嗎 沒有 可是因為你現場 他們就會示範然後推 而且他們很壞 好有效 就是左臉跟右臉 說真的 而且其實有時候 看不出所以來 可是旁邊的女生在旁邊說 真的 你看他嘴巴 他在眼睛 然後馬上 那天就馬上三根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要幹嘛 來 朱湘怡 妳美白要是什麼意思 朱湘怡 醫美醫師 中國北京大學 臨床醫學學士 還購不分彼此 人越多越省錢 因為它其實 它的成分就是跟 我們打針的那個美白針 裡面的成分是一樣的 這樣我就會想買對不對 我還蠻想買的 但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每個禮拜去 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在那邊吊點滴 就每天吃 堅持每天吃一顆 妳自己有在吃嗎 我自己有在吃 妳是去哪裡買到這個東西 這個是 廠商來我們診所推薦的 那就是有利益 沒有 真的耶 真的 我們都是 就是診所裡面自己員工 吃完之後 大家覺得有用 才繼續團購的 像我自己吃完 我覺得膚色啊 氣色什麼的有比較好 多久啊 要多長時間 我覺得一個月 一個月都看得出來效果 一個月 那這樣多少錢啊 我們因為診所 我們診所的員工團購 所以比較便宜 三倍 三分之一的價錢 三分之一的價錢 不 這種東西很難講 就醫師想講這個好 可是回家根本沒在吃啊 就像我這一罐嗎 對 就放了五年 就像以前我在賣鹹定 我常常在吃鹹定 可是我不是每天在吃啊 那個是很慢性 說實在真的有用 我現在是沒在做啦 有時候 會增加酒量 對 吃了至少不會訴罪頭痛什麼的 對啊 會真的 但是要好 我們這家做到 其他都稀釋了 對 好 不是 我還是那個鬼 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們 不會花錢去做廣告 對 所以我們都完全回饋在 社會大眾 可是呢社會觀眾呢 就往往相信那個廣告 對 所以買來的東西當然是 我們一顆比如說100顆 它一顆可能30顆 可是人家 我們不相信100顆的 所以我們自己朋友 打來吃就覺得很有效 對 可是那要長期啊 要長期 所以這種東西我想 朱醫師是秉持了良心來介紹 對 因為是我自己有在吃 妳吃多久了 我吃了 我每次都是買半年一年份 對 妳現在吃多久了 半年以上了 半年以上 對 沒有問題 我有定期做身體的問題 做正常 對 她推薦是這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楊維甄婦產科醫師 楊維甄婦產科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我的團購 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因為我本身是婦產科醫師 所以我們會團購一些 子宮頸癌的疫苗 那還有就是醫生 等一下 這種東西可以團購啊 可以啊 但是一定還是我們 醫生自己敢團購 一定是認識的人 比如說護士 比如說我們一個護理站 不是 我說這種東西可以團購 隱形眼鏡都不行了 為什麼這個可以 只能在醫院購買 或是診所購買 所以透過醫生跟透過診所 因為這個還是有一些風險 要注射也是要來診所這邊注射 聽到沒有 不是妳上網就可以買的 是醫師他們才可以用 那像有剛剛那個 營養師拿出來的這個 驗孕的柿子 或者是這個排卵的柿子 其實團購回家最大的風險 就是說它潮掉 然後失真 對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一般民眾 沒有保存的姿勢了的話 最好還是外面買那個 一盒一盒的 他會做這樣子 比較安全的保養 那因為大醫院或是大診所 用的量是很大 可能一天就用掉一百片 那你回家買一百片 放在那可能你要用三個月 這個是品質是會有差 因為它是便宜嘛 對 那這個疫苗是什麼樣的疫苗 疫苗的話 因為疫苗它是算高單價的啦 所以一支可能就好幾千塊錢 那每個女生如果有決定要打疫苗 是需要打到三支 就接近一萬塊 那如果一般這種到婦產科 沒有辦法勞保健保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對 對婦女比如55歲60歲會有 沒有 對 對 對 而且瓜哥這個 男生也可以打防菜花 對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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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有女生 就是子宮請他疫苗 男生也可以打面 對喔 我們都到這種年齡還來得及嗎 應該還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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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檢查以後才可以 這個疫苗一般 如果向他們去打的話 是多少錢多 可能就接近一萬塊 一個女性三支接近一萬塊 分幾次打 分三次 現在一個月跟六個月 所以打完整個是半年了 對 整個是半年 團購那個會很貴嗎 團購就會比較便宜一些 便宜多少 大概九折左右 也沒有到很多啦 但是因為三支總而是很高 那有的媽媽 一般有民眾會團購然後叫你幫他打嗎 這樣 可能是護士的親戚護士的朋友 你們還是要照樣看 可能他把你拿藥 你不可能拿著藥 不能隨便亂拿來 對 你不是在我們診所購買 我們不敢幫你 但是他們現在講的是 他們團購會比較便宜 對 因為他們自己打平 但打到你身上還是照原價 對啊 對 他家說一成就很貴 而且你要聽清楚 不要一直很著迷 是便宜的他也不是便宜我們 對 可是醫護人員很辛苦 也是有一些福利 好 告訴觀眾你的觀念 這個大概就幾歲來打是最有效的 目前的話 那個訪單是 合可是 9歲到25歲 女生 女生是9歲到25歲 9歲就開始打 10歲就可以打 但是大部分 妳怎麼檢查 他到底有沒有自己的抗體 我們會先採檢 如果說他是Virgin 那就是說他沒有過性經驗 那就可以直接試打 曾經有過性經驗的話 最好是先採檢以後再試打 男生菜花什麼時候打 男生菜花如果已經發病了 也是一樣 就效果就比較不好 我是幫觀眾在目的 沒有 真的 我們只服務女生 男生不是人嗎 這個問題很好 很多男性有人會來打 就是病患或者是他的女朋友 會帶他過來試打 那幾歲打最好 男生的話 最好也是先採檢 那如果男生沒有辦法採檢的話 也是抓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沒有病就可以打 沒有病就可以打 一旦有了就找別的醫師看 沒有 有病的話就先治療好 那我會是跟他講說 這個療效可能就已經降低 那你再決定 你花這1萬塊錢值不值得 對啊 可是你打完之後 也不能隨便拈花熱場 還是會得病啊 得的病是不同種 可能變零病啊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是 我們不要做錯誤的觀念 給觀眾說 男生聽清楚喔 當你沒有病 打這個東西只是預防天菜花 零病不包括在裡面 真的啊 還是會有艾滋啊 其他的問題還是比較可能 對 那另外的 對 好 謝謝你 來 接下來送明話 保健品 對啊 當然 因為我是營養師 所以其實就會選擇一些保健品 對 其實保健品其實 第一個就是它的劑量 對 或者它的一個萃取的來源 然後再搭配它的價格 所以其實像這個這樣 比如說像葉黃素 外面可能買1、2千塊 但是我買是 其他的一個 那怎麼可以差那麼多 對 其實很多都是廣告的一些費用 或者是代言人等等 但是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實際看裡面的內容物 其實不見得輸給外面 只有1、2千塊的這些劑量 所以是不一樣的品牌 不一樣品牌 而且它的一個來源也不太一樣 這是餅乾啊 這是葉黃素 有時候很多人用鹽啊 3C產品 或有一些黃斑部病便 其實都是可以靠葉黃素 玉米黃素來做個預防 所以你保護你的眼睛 對 眼睛或一些魚油之類的保健品 我們都會上網去收集看它的劑量來源 跟價格的比較 可是一般民眾不懂這些廠製怎麼辦 對啊 所以就跟著醫師賣 對 可是通常我們也不太會推薦 因為怕有人會覺得說 因為你好心推薦 很多人會說 你是不是跟廠商之間怎麼樣 所以我們都是自己用比較多 我在音樂團購很多這個 而且一次都好幾萬這樣團 對 像我這個一次就買會十盒 對啊 然後可能就長輩 朋友 送一下 然後就會 他們用的感覺怎麼樣 其實就是因為有人用了覺得很好 我才就是開始團購這個東西 你們聽完你都很想買對不對 對啊 而且保健品我今天好 好有說服力喔 我之前有買過維他命B 維他命C 然後還有C是有美白的 然後還有黃素魚油都買 我那時候買了兩萬多塊錢 可是後來有錢很不好嗎 不是 這個是我買也沒有到那麼便宜 我買了一個就是大概還兩千多 可是買團購下來大概是八百多塊錢 就是維他命B 可是真的是我發現 就是有時候買到很便宜 會有個問題 就是它的到期時間 即期品 即期品 它可能很便宜的 我買了就發現 它只剩下可能是可能半年 或是多久就要趕快吃完 所以這些其實包括保存期限來源 比如說是不是台灣製造的 或者是一些它的一個 萃取的一個主成分 劑量 價錢其實都要考慮 那接下來許元金是 許元金 不分科住院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我選的團購商品 絕對是元氣網 這個不是吃的 就是我們從實習醫學生開始 就需要用那個 聽診器 扣診錘跟筆登 那其實聽診器 就是一支就要很多錢 就要兩三千跑不掉 這麼貴 對 所以如果團購有什麼優惠呢 就是團購的話 還可以另外送這個 扣診錘跟筆登 真的會用扣診錘這樣子 這是敲假的嗎 對 就是敲那種反射 還要送這個 對 送這個 還有送筆登 然後有的時候值班啊 就是病房比較暗嘛 還有一個另外的功能就是 真的 對 這樣會照瞎掉不會 不會 不會 它的燈沒有那麼亮 就是買這個 然後就可以送這兩個 可是這一般不是醫師也不可能買嗎 對 所以就是醫學生才會用到 還是說小孩子 還是買來玩不會 不會 這個是一支要兩三千以上的 這個就比較正經的人 對 其他好像沒什麼正經 沒有 我們保鮮品也很正經 對啊 妳看到沒有 剛剛醫師來推薦什麼 醫療器材 健康食品 美白都很有說服力 但介紹吃的 我們藝人怎麼能輸人家呢 真的 對不對 人氣商品呢 我們先從夏宇童來 好 來 妳介紹什麼 我推薦的是這個 我大部分喜歡買的都是 零食類的啊 看韓劇就可以邊看邊吃的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的就是這個 辣椒酥 它其實這家店啊 是它原本是做泡菜 然後因為他們醃那個泡菜啊 就是會用那個辣椒 所以就是醃到後面 他想說這剩人很浪費嘛 他就把這些辣椒拿來滴溫油上 等一下會不會滴 第一個我先吃後面就沒辦法煮 不會不會 因為我吃的是辣味 對 它不會到那種很辣 辣到不舒服 它是那種香的 而且它裡面你看呢 那裡面不是 看她說得那麼誠懇呢 它不是辣椒脂 它裡面塞的是白芝麻 所以很酥 然後很香 而且它裡面除了辣椒之外 還有毛豆還是什麼的 對 是檸檬味嗎 對 它這是檸檬椒鹽口味 它還有墨西哥口味 就是那種 墨西哥就會比較辣 它這個比較像餅乾 對 它就把它炸得酥酥的 另外這個就是那個半熟蛋糕 今天做完自己 它裡面很濕 它裡面很濕 它裡面是很濕潤的這種 然後口感是很綿密的 看起來好像做壞掉的蛋糕 對 但其實不是 這是它的特色 這是它的特色 因為通常我們吃到像這樣 蛋糕會覺得很噎有沒有 但它不會 而且通常朋友 上面乾的 應該是它中間的比較好吃 中間的 比較濕潤 像通常如果朋友來家裡面 多喝下午茶 就可以拿個蛋糕出來 大家一起 然後還有這個千層酥 泡咪蛋糕 千層酥很厲害 真的我知道 真的是現在團哥 團哥很有問題 所以打菜就停不下來了 誰 誰 我們上面也要兩根奶 我們剛剛就吃那麼多 第一個就停那麼久 我們吃不完 妳怎麼會知道這些訊息 妳自己找的嗎 朋友說的 對 因為我們有一個群組 就是朋友很喜歡 就是說我最近有什麼吃到好吃的 他就會拍照給我們看 對 一般都是朋友推薦妳 比較有信心的 對 那凱蒂今天介紹這個是 我覺得現在團購 不是大家都覺得是年輕人嗎 可是這個我一定要推薦 這竟然是我爸 它是紅棗 沒有看過這麼大顆的紅棗 好棒 而且它是可以吃 因為通常紅棗大概長得像這個尺寸 對啊 然後你還要煮湯 然後裡面還有紙 這個裡面沒有紙 然後你可以拿去煮湯 然後或者是 就你可以直接當麵劍吃 然後以前我跟我媽都不懂 就覺得說為什麼每過幾個月 家裡都來好多香 然後就以為是很便宜的東西 一盒一盒這樣送 然後我爸有一天想說 奇怪怎麼少那麼快 我爸就說 你們瘋了嗎 這一盒 小小的一盒 大概這個尺寸 我跟我媽說 我以為是莫名其妙 有人送給妳 妳不要 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是嗎 大家真的要試試看 這剛剛本來不想吃 聽說兩千塊還可以吃一條 對啊 通常逆劍不是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擺在地上曬乾嗎 對啊 它不會掉嗎 然後再摘下來 然後它很像椰棗 可是椰棗太甜 然後它是好吃的紅棗 它是健康的 對 它很健康 很健康 而且真的送人 你不覺得很體面嗎 真的好像拿這樣一顆 怎麼那麼大顆紅棗 我覺得真的太好 而且媽媽或者是 有年紀的時候 年紀不會 年紀不會接觸 那還好 在團購歲 一般也有 五 六十歲年齡的團購 而且在團購金額有點太高了 如果兩千多塊 對 因為就是我自己 就是像我都是跟我們公司 因為我發現團購真的就是 要坐在辦公室的人 很喜歡團購 然後他們都會不知道 從哪裡找到 就是那種很小眾的就是 像做這種就是 拔辣啊 或者是芒果乾 可是就會強調說 就是沒有添加 然後都是有機啊 還是什麼的 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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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吃逆健的嗎 妳怎麼有飯有醬油 就是這樣 我這個呢 其實因為妳知道 媽媽媽之後 妳都會覺得說 什麼事情就是快 不要太慢 像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說 馬上就可以有美味的感覺 是 所以我很喜歡團購醬料 因為妳每次要買這個的時候 妳都需要花時間去排隊 然後就覺得很麻煩 然後後來團購 除了價錢是滿不錯之外 妳還可以馬上就是 吃到好吃的 這樣就可以吃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吃了 真的喔 可是妳有三種料的感覺 對啊 我是跟三種料 然後加在一起 然後全部拌麵 我的天啊 那個就是送不下了 三種是哪三種 它是香蒜肉燥 然後這個是普通的這個辣的 辣椒 然後這個是麻婆豆腐 這好辣 真的喔 我試試看 很香 我可以有一個普通的 然後它配飯 你們大家還 不只會不會太餓 可是我覺得家庭主婦 會很愛這種 因為自己不知道 什麼調味的時候 就很方便給家裡吃 而且妳就是 妳在煮麵的時候 妳辣到瓜哥 結果瓜哥是辣 辣椒反而不辣 是那個辣 但是這個辣是真的就是辣到 你會覺得說 然後加一斤斤你就 這樣 那不敢 它也很香 而且有肉燥 好感 而且這個是干貝絲嗎 也太東西了吧 對 干貝絲香蒜肉燥 它裡面有干貝絲 然後所有的肉 就是你像很多留學生 或者是出國在外 不知道怎麼辦 你就是帶一罐 真的 對 你就是帶一罐 然後就是有麵包 然後就是這樣沾著就吃了 有時候家裡自己麵沙沙 對 麵沙沙就可以吃了 這個辣好好吃 好香 很香 真的很辣 對 以前出國留學都要帶一罐那個 肉燥醬還是什麼的 對 這個好好吃 真的好吃 這個醬好不錯 這個也不能吃太 也不能吃太多對不對 就是食物還是要吃到原味 偶爾 解解餐 這樣吃不得了 畢竟還是加工品 而且這個怕一下子 本來吃一碗飯 變成吃三碗飯 對 對 好好吃 真的 對 這個是意有味盡的感覺 是 我跟你講 我就常常罵說 好東西還要推薦 只是增加觀眾的麻煩 因為本來就排隊半年了 結果我被我們一介紹 又排隊兩年了 是啊 所以我就不曉得做節目 是到底幫她還是害她們 有一天人家介紹一個肉桂捲 人家介紹吃 我吃完之後 我很愛吃肉桂捲 哇 居然怎麼這麼好吃的肉桂捲 結果就到店裡 就拜託要做 等了三個月還做不出來 他一天 他上酒車 一天只能做幾個 結果有一天被我煩到 他整個店拉起來 不做生意 努力做肉桂捲 我 我 我只分到六個 住在台北 他說肉桂捲 你看好到這樣 妳怎麼推薦 他也不是 有時候都不想要我們要來 下一集都是蠻大的 沒有辦法推薦 因為平時他說 我還欠很多人 但你來了好幾次 我就今天刻意把店門拉下來 全家在做這個 全家 以後妳不要再來煩我了 妳現在又煩到他了 對啊 我是不敢推薦嘛 所以妳一直叫我們推薦 不敢推薦 妳那個人也是人際上面等很久了吧 都要等很久 都要等 所以我們今天推薦到底是為什麼 不太懂 其實是炫耀 炫耀說我們拿到的一樣 我的這個其實並不是什麼網路上推薦 是口耳相傳 就是我們護士小姐 其實我覺得醫院的人很喜歡那種 天然的 不加防抵劑的 所以我們這個其實它是在台中 附近的一間我們知道它做很有口碑 就是它的一個蛋糕是絕不加防腐劑 然後一定要就是 定多少條 它就做多少 然後馬上送 所以它就是昨天 所以妳為了我們這個節目 也跟它定很久了 對 對 我是定完之後就是 賽者就直接過來 是 你看小柔還很想吃 怎麼那麼多 等一下先說OK 我就出發去拿 真的啊 我們大概拿給妳啊 對…來…趕快來吃 這個就是不加防腐劑 它是不加防腐劑的 所以今天不吃完明天就壞了 對… 現在趕快吃完 下一個就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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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主張 沒有啦 而且它好大店喔 沒關係 因為它其實就是我們一般的古早味 它是那個老師 他就是自己很想做蛋糕 它是那個 雞蛋香味耶 對 它其實很小時候的味道 對 就是古早味蛋糕 就是古早味蛋糕 古早味啊 對 它就是古早味蛋糕 好吃 它其實好綿喔 因為它有的這個蛋糕做得好甜喔 這個剛剛好 對 口感比較像那個 很紮實的長期蛋糕 對 長期蛋糕 對 它比長期蛋糕更有人性化 長期蛋糕因為是量產 所以感覺長期蛋糕 蜂蜜蛋糕已經好吃了 這個又比較紮實了 你不要有手感 也不要有手感比較好 對 可是它中間又不會讓你覺得太乾 沒有 甜度也沒有蜂蜜蛋糕甜 對 也不甜 因為有的你吃一塊就好膩喔 來 接下來 吃點鹹的 其實它早期的名字叫做 鴉片泡餐 有 有 對 為什麼叫鴉片泡菜 是因為 它吃了之後就會像 瓜哥已經沖了 我上魚 就會像鴉片一樣上魚 但是我吃過 他說要介紹健康的 妳看 對 這個泡菜很健康嗎 因為這裡面大蒜 大白菜 我吃幾個 然後一些醋 其實都是天然的食材 而且其實就像 瓜哥 不是 我要點 有 其實就配像剛才小柔的那樣子的飯 其實就是 謝謝瓜哥 謝謝瓜哥 很準確 沒有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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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在乎 菜不借了 我們甜飯來的菜不借了 它這一家還有海帶牙的 對 海帶牙的也很好吃 而且瓜哥這不會很辣 好好吃喔 這已經扛過太油膩了 好好吃喔 而且我之前跟那個老闆通過電話 那個老闆就說 喂 妳哪位 然後我說 我想團購妳的泡菜 好 多少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一個數量之後 OK 我現在幫妳削蘿蔔 削蘿蔔 他真的嗎 他有蘿蔔的 有白菜的 他有海帶絲的 他說我今天幫妳削蘿蔔 他就這樣長這樣一罐 他自己做 對 就這樣一罐 然後妳就 每次吃飯的時候 可以拿一點 拿一點去 這種工作都不能帶去 有一次我們公司也是團購 他們就團購好幾罐 然後劇組拍戲 一個中餐就是 一罐都沒了 對 然後還不便宜 而且很開胃 這太刷除了 其實就配小樓剛才的這些 其實一餐就打發了 對 我都是這樣吃 就喜歡這樣一點點 好開胃 很好吃喔 很好吃 這不是我們 跟黃金泡菜很像嗎 對啊 都要很小心 這個會整個人把它吃光光 很好吃 然後妳又覺得很健康 對 那才是有點高 本來說妳做醫療的應該不是實際傷害 是在傷害 這個 這個好好吃 好 取緣金的這是 我這個是十勝的生乳捲 對 然後它就是主打 它就是 它是用這個 日本北海道十勝的鮮奶 然後做成的那個鮮奶油 然後搭配它那個 就是軟綿的那個泡膚蛋糕 然後這是很Q這樣子 好像妳家在賣的 妳知道嗎 一口味 黑色的是什麼 這個是巧克力口味的 然後最近還有 就是硬頸那個 那個是萬聖節 萬聖節這樣子 黑的沒吃過 兩個都要 好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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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下講的口感一下 你看這麼專程帶來對不對 還好吃它們剩下的 比較不太 這好好吃 好香 這個奶油有點太驚人了吧 團共第一名的 它的那個 新鮮奶油 不歸是日本的鮮奶 好香 鮮奶油 太驚人了 我的媽 好吃嗎 太好吃了 可是我覺得它是很軟綿 對 我覺得它們有點瘦潮 所以它有點軟 但是它如果放在那種冷藏裡面 拿出來吃這樣吃 它還是冰冰的 好好吃 今天是不是 大家可以 最急身舒服 來這邊吃 坐在那邊還可以吃 現在這個是網購第一名的商品 對 要等很久了 還好 可是因為團購的話 它只有七六折 就是 等於就是少一百塊可以免運費 超划算 它很貴 就還好就是三百多 然後團購就變兩百多 一條三百多 好像 一條才三百多 這個醫生其實還滿精打細算的 真的 等於團購費用 運費 它巧克力味好重 對 而且會不會蛋糕外面不會很甜 這個要小心 這沒吃就會肥死 我的媽 這一絲一條就沒了 這很快一條就被吃光了 真的滿好吃 這真的滿好吃 好 接下來邱治療師 邱寶會藝術治療師 赫特福德大學藝術心理治療研究所 團購也是一種藝術 我的話是那個 其實我小朋友媽媽常常介紹我東西 就一看說 裡面它就是有一顆一顆 像這樣的餅乾 可是重點是它旁邊附了一隻錘子 後來一看之後 才發現說原來是這種 這種甜點叫做 吃之前 你要把它吃 你就是這樣敲 你要先把它敲出來 有療癒的效果 對 它會非常有療癒的效果 然後你如果敲一下 小心 我有一個 借我下去 這在德國的街頭都有在賣 瓜哥先把袋口先抓著 德國的街頭 對 我也在德國 它那個平民美食這樣 而且它其實沒有很甜 因為它的那個餅乾 是沒有味道的 這樣 很療癒對不對 好好玩 不是很療癒 我怕它打到手來 對啊 很輕鬆 這樣子 對 對 它叫 這個是胡椒 我幫她拿巧克力的 我覺得很好玩 對啊 好好玩喔 它這個感覺 這個有點味道 對 而且那一種棒感 後來很好用 就是 妳吃完了 小時候我們吃那個什麼耳朵餅有沒有 對 耳朵餅裡面上面有巧克力這樣嗎 耳朵餅拿這樣 很脆啊 對 而且它就好多創意喔 就是一樣的體 可是它把它變成不同的形式 上面裹巧克力或椒鹽 你就會覺得好想買 可是這是學生送妳的 不是妳指望過嗎 結果後來我就看到那個 我有朋友他開那個團購團 然後呢 是我才發現說 原來有很多種口味 因為那個時候媽媽送我的口味 所以比較少 然後後來呢 我看到那個朋友開團購的時候 你可以 它總共有大概有20種的口味 我們台灣自己研發的 所以鹹的啦 甜的啦 或者是水果口味的都有 這小孩子一定愛啦 而且他們還喜歡敲 大家都搶到敲這一次 為了玩嘛 對 那楊醫師呢 我推薦的是這個肉乾 其實肉乾大家知道 比較有健康概念的人 其實很怕它裡面一些 是 或是說 結果我居然還敢買 其他的都沒買 這個不敢買 因為這個是剛好是我們 護士他們家在做的 所以我們比較知道說 它的成分是怎麼樣 所以你自己才敢買 那而且它價格也滿便宜的 一大包才200塊錢 然後品質有保證 像我跑外景 全台灣其實做肉乾的很多家 對 那好不好吃 一品嘗就知道 它也是傳統那種厚的 我個人是覺得滿好吃的 傳統的 那不錯 也滿稠的 對 它的肉是那種 它其實是滿厚的那種肉片 而且已經好像滿 檸檬都 檸檬都弄到裡面去了 這會不會很難買 很好買 而且對很紮實 我覺得是因為 團購很好吃 可是有時候品質還滿抓的 這越嚼越香 對啊 它不會太硬 有一些這個好乾 對 有的很乾 有的很硬的 現在就怕說你吃完之後 就會很口渴 所以就是說團購要一整個set 你要有豬肉乾 要有鹹的 要有甜的 要有飲料 豬香 妳呢 推薦的是這個 老乾媽的辣椒醬 辣椒醬 對 辣椒醬一定是要好 像小孩的辣椒醬 沒有 這個剛剛 辣椒醬也很危險 要做到好吃的辣椒醬 除了辣之外 還要香 還要麻 對 它這個辣椒醬都有 好 專業 評鑑一下 對 還要先聞耶 對啊 專業的這種辣椒醬 香聞起來真的 怎麼樣 喔 它這個是香的 像川菜的那種 四川的那種香味 很像花椒 馬耳不辣 喔 乳辣耶 什麼味道 這麼辣 很像瓜哥剛剛吃那個 那 喔 然後 後來會酸 對 然後呢 就是 就是會開胃的那種麻辣 對 它是會開胃的這種麻辣 這個其實是我在內地裡的 那因為診所 大家都很愛吃這個 所以我有時候 來回跑的時候 可能就是帶個十罐 十幾罐 在行李箱這樣 這麼熱啊 它流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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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好沒有衝動去吃飯 我真的 我真的把他煮食了 對 接下來我們看醫師他還會團過 剛剛吃的之外 還有一些是不可吃 他團過這個幹嘛呢 對不對 像宋明華醫師 妳那個什麼 這個就是 居家KTV 喔 時下的一些年輕人很愛 對 就是你手機可以下載軟體 然後就直接唱 然後你就會 身歷其心感覺 自己也像在KTV 就自己聽就對了 放得出來嗎 放不出來 就只耳機聽 沒有 但是你如果下 就是上傳之後 人家聽得到你唱的是什麼 人家還聽得到 對 因為人家聽得到才有意思 可以分享這樣子 醫師好寂寞喔 還要替大家看KTV 沒有 就有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在家裡 在家裡就是唱得太忘我 然後鄰居就來按門 可是他這個可以插電腦 然後你就是唱給 然後就會有網友上來 你就可以唱給他們聽 對 就線上線這樣 然後穿少一點開始收錢 對 類似的 有的就是這樣 你要不要 送我一個500塊禮物 直播 對 直播的 而且賺很便宜啊 才299喔 很好玩 對 對 朱湘怡妳那什麼 頭上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 那個家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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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家的流行到國外去 我連去泰國逛街路 都沒有 好厲害 好厲害 發芽了 什麼東西啊 我天見寶寶 對 我看 我在電視上看到很多人 就放這個 這個家在幹嘛 對 就是大陸流行 一句話說 可愛到發芽了 然後開始的時候 是這個基本款 然後後來就是小辣椒 香菇什麼的都出來了 而且可以弄一整個花園 在頭上 對 我看 還可以長香菇 以前這種我也看過 就是在中校東路會 亂指揮交通 頭上都插滿了花 很輕 這是真花 它插的是真花 它走得很前面啊 對 你看 現在人是模仿它啊 對 這個是團購 團購的 對 麻煩妳可以幫我拿下來 真的嗎 真的嗎 好 了解 所以有時候團購是 本來就是自己心情要很愉快 對 對不對 阿姆賺那一桌錢 不去花一點錢也很錢 有時候買東西 一整天心情是好的 對 不一定要買貴的 解除壓力 是 解除壓力 那個 妳楊瑋甄那是什麼樣子 我是團購這個精油 也是解除壓力的 因為精油比較貴 所以我們就是 妳怎麼還在講醫療的事情 精油沒有醫療 就是幫香了 紓壓用的 對 晚上如果像 其實護士他們常常 三班換來換去都睡不著 失眠的人其實很多 所以他晚上可以 用一點那個 點那個新香 就可以幫助睡覺 那妳旁邊那個什麼 水管是什麼 這不是水管 這個是這種 瘦身器材 像我們醫生也是 一直坐著打病例啊 搞不好一整個下午 都在打病例 所以就可以用健身器材 這個是重要啊 沒有抗過 大腿的 我今天穿起來 還是小樓也要幫我示範一下 我知道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是不是知道那個 現在美國還有一種東西 一根軟的妳知道嗎 TRX 對 所有動作都很猥褻 對 夾在這邊用力的 好 我現在拍著就像繩子 然後要拉 對 那個廣告出來 我說這是琴瑟廣告 都沒有 這邊在賣 兩個還對拉 對 這個很用 這個是夾在這個地方 妳出來 這不是妳的嗎 不是 不是 明明要介紹一下裙子 妳不要救他 這應該是坐著嘛 我們一般坐著寫病例很無聊 就是可以夾在這個中間 然後留這個的裏面 不是妳的病例 我進去看到妳這樣 我會覺得 我們會藏在下面 對 當然會很健康 除了又要用腦 也要弄動身體 才會健康 妳都做不了 妳做好 妳好好用一下 班公室 這個是保安公司 對 我來救妳 夾這裡是不是 來 妳可以打電了 什麼毛病啊 好棒喔 妳真的有在鍛鍊 什麼毛病 腳痠 不會啊 就是可能 在寫病例 比較靜態的時候 很痠 為什麼會覺得要痠白眼啊 光 對 肌力還不錯 痠到眼睛這樣 好痠 就這樣嗎 對 就是這樣子 而且妳看妳一邊用腦 一邊又做運動 多省時間 要划算 怎麼可能做得到 妳可以變笑 怎麼這樣還可以 應該可以做個30下應該可以 那大根的是做什麼 大根的是做這個 馬鞍這邊的肉的 對 妳真的有在做嗎 有喔 這個很紅耶 這個多少人有買啊 我們一個同事帶回去 他說 她大嫂也買了 結果一模一樣的 很紅 這個更醜了 我可能不適合 這邊的嗎 這個妳有看過 明明妳幫我示範一下 對 她沒有力啦 我沒有力 我沒有力 哪裡啊 這個 坐在坐著 然後下面張很開 這個放在地板 這很有效耶 你不覺得很強嗎 比較優雅 我又不是女生 我練就對了 哇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她剛剛很強健的體魄 好厲害喔 有拉吧 吃了兩公斤消耗 對 這樣都沒了 不錯不錯 這個 這什麼樣 這是帳篷 幹嘛 這個是帳篷 是因為現在很流行 就是小朋友都很喜歡 玩帳篷工系啊 可是如果我的治療室裡面 就是放了一大堆這個帳篷的話 一下子就滿了啊 所以後來呢 在那個去年的時候 我看到有人開團購 就是這個帳篷 它可以收到這個袋子裡面去 喔 對 所以我就看到有人開團購 就買了幾款了這樣子 然後有的時候小朋友晚上 不喜歡睡覺啦 你就把他的玩偶通通都放進去 然後他的枕頭放進去裡面 他就會很開心 就很安靜 他這個我也會喜歡耶 對 所以我現在兩個步驟把它收起來 要怎麼收 好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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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練過喔 這麼簡單啊 這個好簡單喔 唉唷 唉唷 這站圓妳要想 不能彈到這個 我常常收只是 它的角度吧 對 所以它是不會弄壞的 可是你就是把它收成一個圓系 然後 對 所以你常常弄 它就可以像這樣 有的時候跟小朋友出去玩 帳篷 就是去露營 或者是 對 現在很快 就是 小朋友有時候 你待他出去 妹妹還有這種 這東西拿出來 然後就可以 就可以帶走了 而且它放整床 你就小孩子可以 對 謝謝 這應該不貴吧 這個不貴 這個一個 一千 一千五左右 算貴嗎 我也不知道 提供給大家了 宇童妳們是買什麼 我的呢 我的是 發熱的衛生棉 可是它不是 它不是生棉 它自己洗的時候不能用 單純就是 你去很冷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用 對 就是濕素的 濕素的暖暖包 暖暖包 那為什麼不能放真冷暖暖包 我以為它是可以用衛生棉 會燙傷 真冷暖包會燙傷的 對 它就是 它就是有附一個 像這樣子 像暖暖包的東西 然後你就是把它打開 然後這個熱熱的地方要貼 就是要放在它黏的 黏在內褲上的地方 就是把它黏著 不是啊 妳要燙濕素幹嘛 沒有 就是會滿暖的 很舒服啊 可是濕素就很冷嗎 沒有 就是譬如說去北海道 因為我會買這個 是因為有的 是跟朋友本來約好 要去北海道去滑雪 然後他就跟我說 一定要買那個發熱衛生棉 就是說 我跟你講這你們就不懂 日本人呢 他們很喜歡穿短裙 就這怎麼冷 他們還是要短裙 對 而且他們短裙有時候 都要連絲襪都不穿 對 然後他走在路上就 就很冷 好冷 所以他就需要這個滿暖包 這個其實一暖起來 下半身都會 就不會覺得涼涼的 對 這韓國也非常多 就是有在買這個 對 然後這個就是因為我們要去日本 然後我們就團購 就買了六盒 但是小如剛剛講一個重點 就是日本人可能喜歡穿短裙 那情有可言 那台灣這種 台灣這種氣候 你還買這個會被人家笑死 所以我通常這個都是在日本 或是在寒冷地方 你如果很想要燒包 然後穿短裙的時候 而且你不可能跟朋友炫耀 你看我這熱的 這可能 對 對 很奇怪 而且他可能只要唱歌 所以這有點危險性 而且你那個就 如果女生那個來 還不方便帶這個 對 對 我覺得這有點危險性 因為假設你 它是不用換的 所以變成說如果你長時間 放在那裡一直磨擦 沒有 它所以一樣 有沒有可能會直接暴露在濕處上 不會 就是因為你一整天都沒有換 它還是 還是要換 它還是有個時間性 它為什麼 中衛生棉的意思是 你用完之後 你還是可以撕掉 像我是很少買過舞台的 有一天我看看 就買到一個清潔的東西 好神奇喔 生鏽的一擦就沒有了 就下雨天玻璃這樣 有時候開車就下雨天 它一擦放在前面 一塊就是整潔的 其他都看不到 沒有水智這樣子 很想買 結果我就打電話叫我岳母 幫我帶第一瓶 就是衝動 我想說腳踏車也是一樣 到現在也沒騎 想要去擦那個生鏽 也沒去擦 就我覺得看了很多 當然要不然你看 購舞台24小時這樣播 對不對 團購的也很多 我想花錢也是一種享受 花錢也需要衝動 可是我們常常人就是 需要的比想要的還少 對不對 想要更多 對 需要的並不那麼多 所以家裡會囤積很多的垃圾 可是這個就是 這個囤積很多 你的倉庫 大家對 有的根本沒用過 對的 但是這就是一種生活 只是這告訴大家 要花錢的時候 先事先想一想 提供大家做參考 謝謝 好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辣 有的抗拒嗎 不相信 你們就受不了對不對 對啊 我們連不是中年輕都受不了 對 我們沒有理智啊 沒有理智啊 人家給你推銷 這個多好 那個多好 你就會去買了 但是運動看又沒關係 試試看又沒關係 試試看又沒關係 可是要花錢啊 就是投資 你知道現在網路時代發達 你知道女明星們 都會一直團購 然後都會很吸引人 都忍不住跟他們一起買 然後也不知道買那幹嘛 而且購舞台也是很大的心 放節目的時候可以講 因為買錯的時候也可以拿來講 也是 很多話術會讓你受不了 一聽完講完 不買好像得罪 我聽到倒數自食 我就心很癢 不是 是三組 是三組 我們隨時都會轉場 這也是我的關鍵字 對 而且民間傳什麼 都說這件有封什麼東西 就一定想要去買對不對 對 那是我們啊 我們藝人接觸都很黑 可是醫師這麼理智 有哪些東西他受不了了沒有 其實我們很多人在買東西的時候 確實會失去理智 像我們的話 如果像去之前我再要買車的時候 我就去看車 然後那個車子有幾個話語 真的是會讓我們受不了 比如說限量版 就獨一無二沒有了 賣完就沒有了 不會再出了 然後再來說 我可以幫你客製化 客製化 一樣的什麼顏色我們幫你弄得出來 裡面的皮的顏色也可以 現在關卡有客製化的意思嗎 我以為 你也有客製化 對 然後有時候他會想說 車子大家都知道 今年度的車子跟跨年度之後 價錢會差 對 然後就跟人家說 到了年底了 你現在不買的話 那你可能拿不到這個價錢了 可是呢 如果你現在買這個價錢買下去的時候 你明年簽車對不對 我們明年才開始做車子 所以我們 會打明年的日期 對 所以你就是打明年的日期的車子 要是用今年的價錢 買到舊價錢 拿到新車 對啊 這個又買啊 對不對 就講說不買怎麼可能 會對不起自己 我必須要說 因為我就是剛好就是在那個 跨年間的時候去看車子 然後那時候他也是就是跟我講 一模一樣話說 他就說這一台車 他現在全新改款成全新的 可是因為我喜歡是舊款 他就說你如果剛好就是喜歡舊款 就是你的 那個 就是你了 就是顏色 我們說Tiffany綠 Tiffany綠 不是就是你們女生喜歡 你說你喜歡Tiffany綠 喜歡對不對 我跟你說 就剩這一台 然後那時候你真的那個心 就被掏得很癢 可是我就跟他說 我還有一台車 他也差不多十年 他說沒關係 我們來看你的車 你這台車保養得非常好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很好的管道 可以直接把你賣掉 限責錢 好 可是我那時候回家 我真的覺得他們那種 所有的車廠都一樣 他們一定都有拜拜什麼 所以你一進去就整個人就投入 那我就說真的 你知道他要下單 我都問他那個分期付款的方式 我一回家整個感覺就沒了 然後再過了大概兩個月 就是跨年後 我又想說 對我什麼時候沒買 我就完全忘記這件事了 我兩個月後再去 又去同一家 他就說剛剛好 因為現在新車剛速在促銷 所以呢現在有前 十台車促銷是有特價的 你現在就是在這許國人裡頭 然後就是有 有一話術 對 很可怕 就是無處不在 很可怕 沒辦法啊 各樣各個都要為自己業績打拚嘛 對不對 剛剛講的都是車啦 我說日常生活的東西 到底有哪些話術會不會影響你呢 我們來看一看 最新科技添加遠紅線 負離子 聽到這個 會去買的請舉 卻不會的請舉 查 真的喔 加遠紅外線 負離子就那麼強喔 就感覺比較健康啊 是嗎 外線他這樣子 靠光療的方式幫你 這個 這個手肘痛也會可以照 我們平常工作壓力很大 肩子永遠坐一個人 你用遠紅線那個人就不見了 這樣就在眼睛啦 不能坐一個人 這個真的有效嗎 有趣思的 就是照一照感覺 好像筋骨比較鬆啊 那如果他真的有用 那就OK啊對不對 那去買什麼關係 可是有人跟我說 你去泡溫泉也可以啊 或者甚至去找 某一個按摩7號很厲害 你找他就好 這倒也是啦 是 來 高明明 瓜哥我跟你說 今年流行的負離子 其實是吹風機 對 那時候就是為了那一個吹風機 然後就要 而且還要買最新款 因為他日本很厲害 就是他舊款就故意 就是給你不做了 然後舊款還比較便宜 然後新款呢 就直接貴個幾千塊 那他都有功能變好 對 就是這一台 對 對 我們家也有嗎 瓜哥你有跟頭的嗎 誰幫你買的 超好強 所以像我們短頭髮很快嘛 那個長頭髮才有破衣 有感覺 你們是真的有差 因為我也有買 然後他的那個風強之外 因為他可以冷熱交換 所以你吹起來髮質就會覺得特別好 是 那像你這種短髮一下就好啦 對啊 對啊 而且好像吹的速度快嘛 很快 而且好像還滿 而且頭髮那個 那個護髮膜是以前的一半 可是吹起來那個光亮度低起來好超多 這台很知道 這台我們這個圈內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一台 但是我覺得現在負離子啊更厲害的是 它進階到了化妝品裡面 它像吹風機那些科技的東西 我就覺得已經算很厲害對不對 合理 但是你知道它居然現在有出 日本有出那個 負離子的睫毛膏 蛤 很誇張 那是心態上嗎 那有什麼用啊 對啊效果在哪裡 可能會唱歌吧 對 負離子 負離子 那時候也是因為 我那時候也是因為看了節目上 有某位老師 知名的老師彩妝師 他就也是 講了 話術 然後講了話術之後 我聽了就覺得 哇賽一隻睫毛膏 他有負離子也太厲害 而且他在現場做實驗 就是他一般的時候 他就在你平常這邊 拿一個測負離子的機器 然後這樣測 平常的時候就有20 負離子很少嘛對不對 但是你只要一塗完 那個睫毛膏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負離子 增長到 80以上 不是耶 女人的錢看多好變 對 這一點我真的要 幫大家澄清一下 對我們的毛髮 最好的是 羊離子 真的嗎 不是負離子 羊離子 怎麼我一直買 羊離子 羊離子是哪位啊 羊離子就是正離子 正相反 對就是說對護法最好 但是當然你吹風機吹的時候 它是要平衡那些電荷 可是你在使用那一類的產品的時候 其實這類的保養品裡面 是含羊離子對於正負電的平衡 是最好的 那我一次買這麼多怎麼辦 你買那個是小東西 我買過那個負離子的烘乾肌 就是大台的 就是髮廊在用那種一台這樣子 烘頭版啊 我就某一次去髮廊的時候 我頭髮很容易打結 然後那個髮型師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 我們這裡有一台 只有這裡專門有賣 我說那獨一無二有 然後他就一台很大台 然後一開那個燈是紅的 他說你頭髮都不用剝 你就是這樣放進去 然後他就會自然 因為你知道頭髮如果用烘乾肌要剝嘛 不會烘了就乾 他就說你這一台真的不用剝就會乾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試用 好像真的OK 然後帶回家之後呢 我只用一次 因為他太高了 他站位置 他站在我家的浴室 就站了一半的空間 那本人租房子 不是很大 然後他站在那裡 站地太廣了 然後烘我的頭髮 不知道為什麼 在當天在那邊烘 我猜那個髮郎的小弟友偷偷幫我剝 要不然他為什麼會那麼快乾 我回家烘就只有這裡乾 那台買多少錢 大概一萬多塊 但是後來他有製作 最後真的用不到 把他送給某一些知名髮郎的設計師 我就請他來我家運 然後把他運走 其實這個也蠻常見的 我之前我們很少逛百貨 有一次我就逛百貨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現在應該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去看看 也是一個吹風機 然後我想說吹風機 我那時候會想要去看的是原因 是因為他那時候吹風機掛起來 看起來不怎麼樣 可是他標價也是一萬多 我想說哪有個吹風機一萬多那麼貴 那種日本的就已經算不錯了 日本的一定 怎麼可能 對啊 還不知道一萬多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走過去 我問他說 到底是什麼高科技的東西 怎麼會那麼貴 他就說 因為這個高科技的東西 現在日記已經出 然後他會讓你的頭髮吹了 但是裡面不會完全乾涉 他會讓他完全就是有水 鎖住水 但是跟你頭髮吹乾 但是又不是完全乾 那就想說 那我到底要怎麼 我家的頭髮就是要它乾 為什麼不能完全乾 他說不能完全乾 如果完全乾 頭髮會受損 然後他會這台就是 那你會不會三個月 那你會三個月 但是今天快 剛初你知道 因為我想說 我相對來講 我可能比較理性一些 老師嘛 不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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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唱歌就有啦 另外最厲害的是 他說 頭髮你不要吹得完全乾 那個毛鱗片 你要讓他有時間可以收縮 另外這一台吹風機 最厲害的是 它電磁波很低 所以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它還有測電磁波 一般的吹風機 隨便就破表 但是我們這個電磁波 它都是在很低標 而且是非常非常低 我想說 對 健康很重要 我們平常 就是你都要顧身體對不對 我們要遠離電磁波 大家都知道嘛 沒錯 那你每天在吹頭髮 當然要遠離電磁波 我就把它買回家了 但它的問題就是 頭髮永遠吹不乾 然後 他還說 因為它那個風速是很穩定的 所以你就算家裡寵物吹它 它也不會跑來跑去 然後我就吹一下我家的寵物 一吹它就忙跑掉 對啊 所以我想說 奇怪這種科技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 我們完全不知道買什麼 然後後來我就逛一逛 我還看到一個 也很奇怪的 它就是一個 現在秋冬 就會買一些 電暖爐的暖氣 這種東西 然後電暖爐 我想說 好吧 電暖爐其實每個人買的時候 都會考慮 因為它用電很兇 它用電很兇 然後整個報表可能到最後收到帳單會更恐怖 然後他就說 不會 這個是全新科技 你開完之後 它讓你房間全部暖了 暖了之後 當你時間到 它自動關掉之後 它會讓你熱到整個晚上 所以你就不用 有一半的時間 根本就不用用到店內這一部分 他想說 有這麼厲害嗎 他說因為它是什麼陶瓷 什麼什麼一大堆很多的新的科技 然後加了什麼奈米的一大堆東西在裡面 我想說 到底邏輯在哪裡 然後問了半天 他完全無法跟你解釋正確的那種邏輯 為什麼在哪裡 他想說 好 買回去試試看 你真的買了嗎 我真的買了 真的就是很好奇 好奇說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他也講不清楚 他也搞不大清楚 只告訴你說 他是高科技的什麼什麼 這我們就是科技 醫師主要會被騙 主要是好奇 否則醫師的專業很難被騙 但是 我跟你講 等一下 你這樣講的不公平 那東西到底有沒有用 如果用就不算騙你 結果我發進去的時候 其實他不能完整 整個晚上都讓你整個房間都很暖 可是他的問題就是說 他整個會發熱 而且發燙 然後其實你靠近他 其實有點危險 會被燙到 應該是那台機器過熱 然後他那個微熱 他就是會有去發那個熱量 沒有錯 可是那個整個機器是會發熱的 那因為熱是因為機器過熱 對 那是因為過熱了 其實有一個經驗就是買電暖器 那他就是會發出那種橘色 那種暖光的那種 他用了一陣子之後 就是我發現我的皮膚 有點比較焦黑的感覺 那種顏色會曬黑對不對 他真的會有那種顏色出來 靠在鏡會黑掉 真的 然後我上網查了一下 Google了一下真的有個新聞 就是他是過夜 過夜使用這個 橘色暖光的機器 然後因為 距離太靠近 還有時間使用太長 他隔天起來 他整個整片的手 是成就是腳黑狀 天啊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是 我覺得你真的靠太近 皮膚科學有一個病 在冬天特別容易發作 而且是老人家 就是老人家那個卵爐常常烘腳 那烘了以後呢 他會長黑斑 他那個黑斑是一個網狀的黑斑 但還有一個特別的學名 所以這個是人家早就有研究了 那種東西你就是要放離身體遠一點 可是你就是怕老人家冷 對 對不對 你看設計老人家也不太穩 末梢神經就比較差一點 對 像剛剛講那個 他可能燒黑了他就覺得很溫暖 對啊 很危險 很危險 孫女發現都來不及了 阿嬤 你怎麼歪掉 來不及了 對啊 剛剛提到說就是老人家的身體的狀況 像我自己之前就是有買那個遠紅外線燈 給我媽媽使用 因為其實 尤其老人家還有像我們外科醫生 我們都是常常會肩頸酸痛嘛 那像這種紅外線燈照了之後就會覺得說 好像會比較舒緩 那個人是不是走了 所以說銷售員說這個效果很好啊 你照十分鐘你就可以舒緩很久 那就會想說這樣很有效率就會想要購買 為什麼會被這個紅外線吸引呢 對我們剛剛其實大家大致上不外乎會被吸引的最新流行的台詞 大概第一個我們先講負離子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永紅外線 負離子是現在大家尤其各種的電器 我們都會宣導說負離子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大家可能也沒有注意到說其實我們還會寫負離子臭氧 很多東西現在會加上臭氧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提到這個其實呢 有些人有些廠商他會用一種臭氧它可以殺菌作為一個 一個我們說冰箱的臭氧殺菌 臭氧能不能殺菌它真的能殺菌 那為什麼負離子跟臭氧在一起先講一下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在製造負離子的時候 是用高壓的電去刺激讓它變成負離子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本來就是這兩個會同時出現的東西 那如果今天我是廠商我發現 我多了一個可以宣傳的東西 我不宣傳白不宣傳 所以我就會兩個一起講 那臭氧它有什麼問題呢 應該是這麼說 臭氧它對我們有殺菌的效果 但是同時當你的濃度過高 所有東西都一樣 氧氣也是 臭氧它濃度高到那種程度的時候 它會讓我們的肺受到傷害 會受傷 那我們目前事實上其實的所有的電器 我們並沒有真正針對每一個電器 它標榜有負離子有臭氧去做檢驗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只能說你的食用上不要太頻繁 如果濃度太高 我是覺得 可是我媽都用洗菜 還有水果 對這個東西 有一個機器 然後它會打水 然後就把菜跟水果放在裡面 靜置幾分鐘 讓它自己打 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之前我們有一個 蠻有名的讀物學教授林杰良教授 他其實對於這個部分其實有提說 我們所有的蔬菜 我們現在都擔心農藥 所以我們就會用什麼粉 什麼酵素粉 或者是臭氧去殺菌 其實目前是沒有證實有效果的 天啊 媽媽你白忙一場 可能蔬菜單加固 不用 知道嗎 可能她心情會好一點吧 其實真正最標準的方式 就是把水果放在流動的水下 就是30分鐘 只是正常人 30分鐘 這個對家人真的好難 每次只要我媽開流動的水洗 我爸就會默默地走進廚房關水 然後媽媽再進去 爸爸再開關水 就每次都這樣無界 算得上去啦 不是啊 你這個沖30分鐘 你每天要吃水沸 一個月都一樣 對啊 還得了 所以其實是蠻為難的 對 那我們再講 其實紅外線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發現它對 促進水育血管有幫助 所以像瓜哥剛剛說 我們有些人會拿著膝蓋 尤其是膝蓋受傷 它可以讓我們修護我們的一些組織 所以它其實是真的有幫助 可是遠紅外線呢 其實我們發現 當東西產生高溫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遠紅外線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多電器 像剛剛博程他說的那個 會續電的效果 它的高溫就產生出 遠紅外線這個東西 換言之 遠紅外線是不用花錢 你都買不到的 只要過電池過熱就好了 對 我們可以做過 我突然想到 我到時候買就是這東西的時候 他就有說因為它電磁波很低 所以你可以拿來這樣子吹 意思是說你可以取代遠紅外線 因為它就有個溫度 這個是不對的 而且這個非常傷心 因為沒關係不用做動作 因為我們需要遠紅外線的目的是 它可以深入我們的深部的組織 比如說在什麼時候 比如說在你關節有受傷 那你必須要去做那個 遠紅外線的療法或是什麼的 那你人好好的你吹那個東西 那遠紅外線只會燒焦你的皮膚啊 對 來接下來第二個 那個非買不可的瘦化術 他說五星級飯店指定專用 100%的純天然 這大部分就是什麼棉被啊 枕頭啦這種 對 有被這個話語打動買過的情取圈 沒有的情取圈 你們也有啊 有啊 維如也有啊 有 你 因為我曾經有被那種術語就是 去買那種高級寢具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說 你一定要用那種純天然 然後最好的蠶絲 然後一定要什麼幾百斤以上的 因為他說只要睡那種家具的話 睡那種床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會容易長細紋 我一聽到這個覺得 哇塞 不會長細紋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常常會趴著睡啊 或者是有時候被子 因為我曾經以前也有睡過那種 被子太粗什麼的 你睡起來真的就會覺得 哇皺皺的 然後而且我臉會粗粗會痛 我有被被子磨過皮了 對 因為真的 更好的一點是真的會痛 所以他就跟我講完之後 他說不會長細紋 不會長皺紋 我覺得哇這太好了 因為我覺得睡覺在很長的時間 那很好的情句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就決定 我願意花這筆錢去買了 結果後來有用嗎 有沒有用是不知道 但是我最近覺得我年紀大了 有點細紋出來了 那是真的 我對那個被子啊 羽絨被這種非常的心細 就是說很容易腦波很弱啦 就像剛剛薇如講的 只要他說是什麼 五星級飯店用的 不會長細紋 然後蓋了以後 皮膚會好 因為我們睡覺有時候穿比較清涼 你全身蓋著 他說你這個越睡皮膚會越好 可是實際上 我覺得是有一點差 但是沒有差那麼多 尤其是像冬天的話 我最喜歡買那個羽絨被 對 那他就會說這個是什麼 奧地利的鵝絨 多輕多細 然後沒有鵝毛的梗 可是買回家以後 還是發現羽毛都會飛出來 然後又有梗 然後又有味道 蓋久了 好像有一個 就是動物的味道 動物的味道 這都是真的啦 沒有他講真的 他有一陣 都被他洗腦 都說多好多好 其實蓋起來其實也跟一般的 可是你的皮膚很好 可能是蓋出來的啊 沒有我只是天生 那你不需要買 我會用天生 還是要好要更好 我曾經有過一次 到台中某一個飯店 然後就是出差住外面 然後覺得這個枕頭 跟這個被子 整個讓我睡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我的睡眠品質 稍微差一點 那我就到那個飯店睡得特別好 我就想說 這個飯店的枕頭跟被子 一定是用非常的好 我還特別去櫃台問說 可以買嗎 他說他們現在還沒有對外販售這樣子 結果有一次 我就在周年慶 在某個專櫃 我就說 你們這個好軟 他說對啊對啊 我們就是 什麼什麼飯店跟什麼什麼飯店 跟什麼什麼什麼飯店 都是用我們的 那他講的三個飯店裡面的 其中一個就是我住的那個飯店 找到了 我想說天啊 莫非這就是上天安排我來買它 然後我就還真的在那個櫃上 還在那邊這樣子蓋 然後說回味說 是不是這個感覺 然後還想一想 對 這是這個感覺 然後我就把它買回家了 而且我連價錢都沒有問 好像你買了七萬多塊 哇 然後我是這樣子 我通常就是如果你 這個錢花了之後 那個時刻 我就覺得說 反正都花錢了 就不再不 不再不差那多少錢了 我馬上轉到隔壁去另外一個床墊的牌子 那個床墊呢 它標榜 它標榜那個床墊 你翻身的時候 隔壁的人不會知道 對 這個很新的 那因為我就是睡眠品質不好 我很在意隔壁的人翻身 因為他一翻身我就醒過來 我一聽到說隔壁的人不會翻 就翻身你不會有感覺 那一張床十八萬 我當場也買回家 好爛喔 你有沒有感覺 我感覺可大 因為它的那個翻身是這樣 因為它是有點那個科技棉 比較波浪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它的翻身是這樣 你一翻你不會有感覺 但它會慢慢慢慢的傳到你這裡來 就像那個海浪的震動 慢慢的波動到你這裡 所以它沒有騙你 他說當場翻身你是沒感覺 那兩個翻面 其實啊我的 這個是我媽媽他們吃的術語 就是說他們就會去 比如說四川這一類的地方玩 那他們去玩的時候 他們就看到了所謂的蚕絲碑 那蚕絲碑不夠吸引人 他說這是黃帝用的 黃帝用的 這種話你也相信 我也要問我嗎 為什麼嗎 你要相信這個嗎 他這邊真的有寫了一個地 在這個地方 他就這樣子給我媽媽 他說這個是黃帝使用的蚕絲碑 真的真的 看得到嗎 也可能會張力大哥用的 對 然後我媽一下飛機 他就是直接立馬一套一萬多 沒有那麼貴 但是一套他就買了三套 然後下飛機第一次立馬宅配到我家 然後他就說他的功能就是蚕絲碑 冬暖夏涼 然後馬上每天就是打電話跟我講說 這一條到底好不好用 要確定我這邊的口碑如何 然後呢我說實話 就是這一條我那時候是夏天拿到的 就是夏天你會流汗 其實夏天弄得要非常的熱 因為他會扭在你的身上 所以就是他其實是有點像是冬冷夏熱 因為有一些比較品質比較差的蚕絲 是會悶的 對 會很悶 還說是皇帝用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媽媽會相信 你要跟他說 你用皇帝用的一定是不準的 因為皇帝都不在自己的寢宮睡覺 是不是 到底耶 皇帝都去了好多其他的寵飛的 要問其他杯子 都會講納涼的話 大家都講到這些寢宮的話 特別要去注意一下 跟大家稍微做一個解釋 我們其實很重要的就是要去找到 品質好的 因為品質落差如果是太大的話 常常會導致過敏 或者是皮膚炎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常常會遇到就是剛才所說的 我們去買像羽絨被 那人家就說羽絨被沒有什麼 可是其實您知道嗎 我們在診間裡面遇到 對羽絨過敏的人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那個羽絨我們剛才講的 你只要壓下去 那個氣跑出來的時候 往往從那個小細風 那個羽絨就飛出來 而且非常非常細的小羽絨出來 往往很多人就這樣子 刺激到他的呼吸道 所以常常會誘發一些氣喘的發作 或皮膚炎的一個問題 那在我們醫療上面叫做 那這個部分來講 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會不會對羽絨過敏 你還是要試試看 是不是用個羽絨 放在皮膚上面 這樣子看看會不會有過敏的一個情況 那真的會過敏就千萬不要用 尤其你如果對很小的小朋友 你根本不知道他適不適合用的時候 千萬不要買羽絨被給他們用 羽絨被還是留給成人用 會比較好一點 那另外一個在請據上面來講 大家都會用的是蠶絲 那其實蠶絲這部分來講 他要找到百分之百蠶絲的機會 基本上很少 所以去年其實去年冬天 我們的消息會有去抽查 那其實在裡面發現有 百分之七十九%的蠶絲被根本就不符合 一般來講他們不要100% 大概只有45不到5成的左右 是含有真正的蠶絲 所以你真的蓋起來的話 不會我們所謂的冬暖夏涼 它其實就會剛才講的 有時候會黏黏的 那要挑選第一個步驟 我們一定要親自去試躺過 試用過 不要說聽說人家說這個東西很好 我就照這樣子去買單 再來在買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要看它的來源 跟它的標籤 所以說我們就是教育觀眾朋友 對不對 讓觀眾朋友看我們節目 才不會說買到假的 我真的去採訪過那做蠶絲被 都幾個老阿公阿嬤慢慢拉 我說我來採訪你 我想訂一床 不行要半年一年 等很久 哪有時候隨便買都買得到 所以買到的東西都是加工過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真的買回來發現說 它有一些異味 比如說它有些塑膠味比較重 或者是味道比較重的話 或者是那個動物的那個味道 比較重的話 你還是要拿到外面去曬 通風通一下再來使用 不要馬上拆風就直接用 對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三樣 非買不可的銷售話術 醫療級抗老成分 逆鈴回春效果好 有沒有聽到這個幾個字 會去買買過的請舉圈 沒有的請舉差 誰會去沒有啊 女生好像都 不是陳柏辰會去買 我才覺得怪吧 他當然就會買啊 我們其實都還是會買 不是說不一定要給自己用啊 家裡的人也會去用 然後其實我們在保養 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很多人都會問我們 這些產品是不是可以用 那我們有時候會先去試試看說 到底這個東西會不會 有達到那個效果出來 我們有些病人他直接來 他就會拿他的保養品 像這樣子 他會帶的就是 不是只有像這種太少 都是拿一袋的 一半分都是保養品 這樣帶一袋的過來 然後就過來這樣講說 這樣子的是不是可以用 這樣可不可以用 然後他們都會標榜 這個是醫療級的 然後這個是什麼奈米化的 這個吸收度更好的 保濕度更好的 然後這樣子一起用 可不可以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我覺得上排的醫師啊 都比較客氣的 來高明明 沒有我就是都是去 原本去週年慶子 為了買一瓶化妝水 可是你要為了要買 那瓶化妝水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我跟你講你如果買這一整組啊 還給你精華液 又有霜 你看一整套還送你旅行組 跟化妝包 等於你算一算這樣下來 他就看MG專輯 他說等於你這樣算一算下來 這瓶化妝水是送的 沒有你是一聽到說 原本你要買的東西是送的 是送的 你就會超心動說 對啊那買一組 那多啊兩萬塊這樣 我知道 差不多啊 對就買一整組耶 張艾亞會講你 他也是屬於這類型的好不好 那我很聰明 欸 你要買什麼是買那一樣 是喔 真的 就後來或者是那種 我很愛聽到 敏感肌可用 這種東西 我也是 對這種 可是像酸類我們敏感肌 就不太能用啊 可是還有一個酸類 它是標榜說 敏感肌也能用 而且越用越透亮 就我一用隔天就過敏啊 隔天就過敏啊 就整個對啊 所以還是我覺得真的 理智線要存在一點 其實就是我覺得 我在美容產品 真的是腦波非常弱 然後我們自己當醫生啊 平常的保養品 我就會選零添加 然後過敏肌可以用的 這些都是平常在用 但我自己比較特別就是說 因為我 有去外國進修嘛 那有一次在國外 就有用到那個 幹細胞的產品 哇 就驚為天人 覺得非常的高級 可是台灣目前是還 好像還是 沒有法令沒有過 對 所以如果說坊間有 看到幹細胞的產品 就覺得哇 真的是太 太稀有了 太高級了 那有的 其實你明明就知道 它可能也不是幹細胞 它可能就是什麼 植物萃取的啊 然後可能合成 可是當銷售的小姐 只要一跟我說 這個有幹細胞的功能 我就覺得好像 一定要買 因為這個很高級 很貴 既然都沒通過法令 為什麼台灣可以買到 很高級 對嘛 就是越得不到的 越稀有的 越覺得很高 它可能說我自己 帶進來的 所以你一聽到就覺得 哇 它完全是真的符合 對 對啊 真的是很難買到 但是重點是 它買得開心啊 對不對 而且我真的覺得 有些還不錯用 也許我們有一天 過三十年 我們台灣會開放 我們不知道嗎 通常會讓你覺得 還滿好用的 是因為它的那個 一些 化學成分 讓你皮膚看起來很好 你就會覺得 哇 我皮膚看起來好崩喔 但你應該已經壞光了嗎 我維持原狀 我們應該維持原狀 是 其實 平常我們去逛街的時候 就是貴姐就會說 這個抗老化啊 回春啊 逆鱗 聽到這些話 其實我通常都是吃之以鼻啊 因為就回去診所 打打雷射 或是做做療程 像現在電波拉 拼音波拉移這麼多 其實做這個療程就好了 可是有一種東西 我聽到她說 抗老回春 我會覺得 喔不行我一定要買 他是整形醫師 照理這個店裡機器很多 對 比如說自己弄就好呢 接觸很多 她這個會吸引她 那這個一定會吸引她的 對這種東西就是 對因為我們外科 常常要刷手 對常常刷手要洗手 然後會接觸一些那個 消毒的化學藥劑嘛 所以手其實還蠻粗的 這手沒有機器可以打啦 對 而且手用機器打 其實會覺得好像就是 有點浪費 很傷本 然後所以 像那個 50ml這種護手霜啊 我大概一個禮拜就用廣了 我大概一個禮拜就用廣了 我每天都抹很厚這樣子 就是為了保護手 今天重點不是騙喔 是說什麼話術會讓你買 買的不一定沒有用喔 他們其實用到現在還都 有心理層面的安慰 或實際上的用處 你知道現在很多品牌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尤其專櫃第一線的畫術 而且跟今天在場的人都有關係 因為現在最新的話術都是說 某某醫院的主任跟護士都是用這個 表示說 你看連醫生跟護士 專業的都在用 他們就是這麼的刁鑽 這麼的龜毛 這麼的要求 都是用這個 明山老師 這個齁我就來穿透一下這個話術 我記得有一次去醫學會 那個醫學會裡面某一家廠商 就收集了所有的醫師在現場填的資料 然後收集了以後他就說 全國90%以上的皮膚科醫師認為 我這個產品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這個就被皮膚科醫學會抗議了 因為他只不過做了一個 一般的這個好像友好的問卷 那我們當然不會去說他怎麼樣 可是他把它拿來廣告宣傳用 對 像我個人也是只要聽到某些話術 就比如說 媲美醫美等級的保養品 我就覺得哇塞好有效 因為他比如說他就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想要拉提 但是你不用去打雷神 你只要擦上這一瓶之後 你就有拉提的效果 這種什麼五爪的效果 對 然後呢 或者是比如說你擦完這一瓶之後呢 你就可以不用打桐圓針了 你的保水度就很夠 然後你的那個 玻尿酸啊 就是很像都在臉上一樣 然後明明都有Q10 有蘋果肌啊什麼的 你就覺得哇塞這一罐真的好好用 你就是不買怎麼行呢 因為就是很進步 所以醫美感覺變成一個背書啦 對 你說屁美 你聽不懂啊 屁美醫美 因為威瑞他是怕痛嘛 所以我之前也是到韓國的時候 就是前一陣子 注射型的那種肉毒感菌 剛開始風行的時候 韓國就推出了那種 然後那種他就是號標榜說 什麼七天之內小細紋 一定會就是變得平平的了 你看又來了 那你去打肉毒就好 怕痛嗎 會痛 不會啦 現在打真的會痛 會擦麻藥啦 玻尿酸會痛 肉毒應該不會痛 你那時候就是還是怕痛 所以就又買了一堆回家 就差多久細紋才不見 你兩個禮拜 真的有不見 有不見嗎 但是久了不用之後又消失了 你知道最近在網路上很紅的一個眼霜 就是說強調眼袋跟細紋會不見 然後你就是 他那就是一個縮時攝影 他就是這樣拍 然後就這樣點點點 有 有對不對 美國的對 國外的 超厲害 他那個眼袋跟細紋真的不見 真的不見 真的不見很厲害 然後我有買回來用 真的不見喔 但是續航力沒有很強喔 他很快就又出來了喔 就是一直插一直消費那個嘛 所以隨時隨地都要一直這樣補嗎 對 可是他真的這麼有效果 那我願意買 但是就是很 就是很崩啊 好神奇 那個真的很厲害 不過因為醫美的產品 醫美的療程 我覺得 我個人是也有做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 沒辦法天天做嘛 就算他很便宜 他 我也不能天天做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過度傷害 所以我們還是會買一些產品 回來家裡自己用 那我有一些比較 智商高的的產品 沒有辦法 就是說 就是說靈天家的 然後還有就是 他有這個醫學美容背書的 比如說像有一些 他有經過醫學實驗證實 這個也是我的 keyword 因為我自己 我們有在做醫生 我知道說 做實驗證實 他是很耗費精神 很耗費腦力 他真的能夠拿出一個報告出來 跟我說 這個我們經過多少實驗 做完以後有多少人的改善 或者是什麼 台大的皮膚科醫師有做過檢驗 可是他真的要有報告拿出來 沒有 但是你們發現很多這種 所謂報告 或者是什麼 測試 就是 測試30位女性 所使用的心得 人數太少 但 有30億的女性也要用啊 只有30個人的樣本 怎麼會準數據 對 所以一些大牌子 像法國的他們的 可能就是人數會有2000人 3000人 我覺得那種就會比較好 就是真的有 醫學實驗證實 感覺比較不會騙人 對 我覺得 剛剛講到這些話術 其實 它有一些問題 我們簡單分析點來講 這裡就是我說的 這個含量的部分 假設有一個東西 宣稱它含有玻尿酸 可是其實它的玻尿酸 是0.05% 或是0.01%的時候 那這玻尿酸其實很難發揮 任何的功效 所以不是它血有玻尿酸 或是它有血幹細胞 或是它有血很高的 任何的類肉毒感菌素 就保證100%有效 濃度本身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成分 像剛剛講的這個類肉毒感菌素 擦的餘尾紋會比較不見 其實生態類的東西 的確在實驗室裡面 你用擦的 你的肌肉收縮力會變小 那眼皮旁邊的這個皮膚 因為比較薄 所以它有些可以滲透 可是呢 這些東西擦到我們的皮膚 還是因皮膚有益 所以有些人他的皮膚 滲透力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那這種東西 你擦了半天是沒有效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 要選有效的東西 第二個要選 就是它的那個濃度 可是呢 消費者大部分沒有辦法知道 濃度到底是多少 那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它上面的說明 就是說它有沒有一直 特別跟你強調說 這個讓你感覺很誇大 其實很誇大的常常都不是真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假設這個東西的成分表 你看它的排順序 假設你什麼字都不認識 你只認識玻尿酸 可是發現這個成分表排序玻尿酸 是排在最後的 那表示這個東西 對 就沒有那樣子的一個效果 對 那其實我們在用保養品 我想給大家一個正確的觀念 其實我常常覺得 保養品用最少的人 黑醫師你一定保養品用最多的人 沒有 我保養品用最少 因為我自己有異味性皮膚炎 所以我對於皮膚怎麼保養 有一個自己的看法 就是說 然後保養品最重要的其實是 所謂的基底 就是說你這罐cream 你什麼成分玻尿酸啊 生態啊什麼都沒加的時候 你光是只有油跟水 它的油跟水是怎麼調的 這個會強烈影響你皮膚的 所以只要一個好的基底的成分 那你不用添加任何的這個 玻尿酸啊什麼的 它已經效果很好了 可是如果你用到一個 很不好的基底 比如說我這麼乾的人 用了一個非常清透的 凝膠狀的保濕 它裡面再加任何的 有效成分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我的皮膚就是很乾 可是在這個前提上 你皮膚是要健康的 對 其實我自己以前是 我剛才打X 就是我以前也是 腦波很弱的人 可是我一直秉持 神農市長百草的精神 我試過非常多保養品 然後我最後的最終發現 其實保濕做好很多那種斑 然後或者一些痘疤都會迎刃而解 就是你要找到一個 適合的保濕產品 然後我最近找到一個 很可愛的小藍瓶 就是它其實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很懶惰的女人 然後加上像瓜哥講 我們出外景什麼 連睡覺時間都不夠 我還在那邊慢慢敷第一層第二層 根本沒時間 所以我就發現它是只要一瓶 我就可以達到我想要的那個保濕效果 所以我其實出外景的時候都擦它 那它就分成有兩種 一種藍色就是一般保養 一般的保濕型比較清爽清透一點的 我試試 我也要試 然後它推開啊 其實非常快吸收 你看兩邊會馬上有不一樣的感覺 它的質地比較不一樣 這個我知道 這個好厲害 這個有保濕作用對不對 對 它就是保濕的精華液 它有一點點乳液狀 所以我就是一瓶把它當作 完全所有的保濕都用靠它 然後它也有出這個小粉瓶 就是更滋潤一點的 尤其現在天氣很容易皮膚很乾燥 對 尤其是 其實是年紀稍稍大一點的人也很適合 因為我自己用它 妳是對著瓜哥說嗎 我還真需要 我每次兩隻小腿都是乾的 對 就是我都推薦給我媽媽 可是這樣擦小腿會不會太浪費啊 我覺得還好吧 瓜哥的財力應該是OK的 你把它買一整打 然後倒在浴缸裡泡澡之後 對 化不開好不好 腳粗到什麼走到地上 睡覺都會刮到棉被那種 對 就是太乾了嗎 身體也是需要保養的 像藍色的這個是我白天用 然後也是 我可能起床如果沒有那麼快出門 就起床先當保濕乳液擦 然後化妝前再打一層底 就是等於上妝前再擦 然後粉紅色這瓶就是晚上等於 修護保濕的時候擦 但是要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我覺得粉紅色好像也沒有那麼油 還好耶 因為年紀的關係 因為我給我媽用 我媽你說還OK 我覺得還好耶 所以你給我媽擦筆 還好 而且我剛剛看了一下 它的那個包裝 還有提到說因為它的那個 玻尿酸是海藻玻尿酸 因為大家知道海藻是 針對修護性的 然後它是 源自於太平洋海藻 所以是深海的海藻 那當然我們要講就是現在的保養 只是保濕是最基礎的 如果它有加一些修護的成分在裡面 更加你肌膚的防禦力 我覺得這是滿重要的 再來為什麼會有肌膚問題 是因為你的防禦力降低了 沒錯 你的防禦力一降低 當然你只要稍微有點狀況 你就會整個浮出來 那我剛剛推開來 我覺得它的質地滿特別是因為 以前我們看精華液都是很黏稠 對 老實講我以前也很怕精華液 一直覺得臉黏黏的 擦完那層想要趕快上下一層 趕快那個感覺 但是這個剛剛我這樣子推一下 它的質地是有點像凝膠狀 可是它又不是像凝膠狀那麼的 因為凝膠狀會封住的感覺 它感覺一擦完之後會有點化成水 對有點化開來 水乳的感覺 對 我發現他們是很貪小屁 一直在面前 面前就很難 真的是 所以說瓜哥就是我自己本身肌膚很敏弱 就是我真的是敏感到不行 因為它敏感肌好嚴重 很嚴重 然後瓜哥你要試一下嗎 你是不是一直在看的時候 我手很乾耶 我手的指甲都不壞力了 那你是這個滋潤型 我多給你一點 你看 真的很乾耶 很乾啊 你推一下再推一下 我真的覺得粉紅瓶也沒有太滋潤 剛剛好 可能 為什麼剛剛是明川幫我推呢 不好意思 發酵了 不好意思 我們都要安排這一位喔 這個連指緣你都可以好好擦 你知道嗎 對 可以嗎 其實我最乾的不是你 最乾的是腳底啊 經常那個屑屑皮都出來 其實真的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說我很敏弱 其實我不太敢用太多標榜很多效果的 就像剛剛朱衛醫師說的那個 比如什麼幹細胞啊什麼什麼 我有時候用了反應都很大 然後用最那種天最基礎的保養 然後對我來說就很舒服 而且我也是屬於膚淺人 就是我看到包裝可愛 我也會買回家收藏 他我跟你講 超可愛的啊 他超可愛 因為他常常會跟一些可愛的卡通 或是一些知名什麼插畫家聯名 所以他的 這家之前有那個 Kitty跟Melody 對 他聯名是 你有 你有嗎 就買回來收藏啊 在我的收藏櫃裡面 我也有 而且我跟你說還有什麼 夠了 夠了 不要再講 瓜哥你有需要我可以送你一組 因為我都把它拿來當禮物 我一定要需要 我一定要因為我腳真的 我今天為這個是都會 好啦那我今天這個就送你了 我擦乳液已經很油了喔 擦進去洗乾淨 不能太油 很癢 很癢 為什麼藍色有差別嗎 這個你可以比較沒那麼乾 濕一點的時候擦 這個乾一點的時候擦 濕一點的時候擦 乾一點的時候擦 記不住 整隻腿擦藍的 腳底擦粉紅 腳底 腳 你臉也可以擦 那是瓜哥喔 平常大家是擦臉喔 沒有 沒有 是喔 這是擦臉 你把我弄得好像很浪費耶 擦臉的 這樣子人家轉台會以為這是腳 瓜哥你要先確認你沒有香港腳喔 會更癢 已經治好很久 喂 擦臉 謝謝 謝謝 不然每天就是為了腳癢的問題 這個腳這個附近 而且冬天到了會更癢 真的 而且又喜歡泡澡 泡得起來更癢 越泡越乾淨 對 這個觀念沒辦法改 有時候怕的還是要泡一下 是 所以今天在這邊探討這些問題 其實化妝品是OK 鼓勵大家是可以買 但是你買來要差不要浪費啊 對 有的週年去買一大堆又浪費過期 放到過期 所以你只要很勤勞保養 一定是會展現很好的成績 希望大家好好照顧自己身體 謝謝 現在冬天天氣越來越冷了 今天想教大家自製一個暖暖包 這個暖暖包的主角呢 其實是肉桂 我們常常以為肉桂呢 只能拿來吃 其實我們不知道 它可以增加新陳代謝 還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中藥房 買一個類似這樣子的棉布袋 然後呢 我們裝進紅豆 再來是生米 最後就是我們的主角啦 肉桂 那加進去之後呢 我們放進這個微波爐裡頭加熱 就可以伴隨著你 暖暖的過一個冬天喔